听说在那状态中,每一个灵魂的心智都是清晰的,有智慧的,地那,是的,因此在投生之前,我们在灵魂层面上所做的决定,都是为了自身的进展而设置的。 伯纳,难怪新时代的理论主张着,是你选择你所出生的地方,时代,父母与经验,地那,每一个灵魂在这时候所做的决定都会影响整个灵魂团体,因为没有一个灵魂可以独自进展,除非这整个团体成员的频率都达到可以继续前进的振幅。 这就是为什么协助其他还在肉体经验中的灵魂看到神性与真理之光是如此重要,因为这种过程增强了整个团体向上提升的机动性。 伯纳,那么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人都与我们是同一个灵魂团体吗? 地那,不一定,因为无条件的爱与宽恕是灵魂成长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此,降生地球的灵魂,不可能在物质世界的意识层面上记起自己所属的是那一个灵魂团体,也不可能记得这一千个灵魂团体中所有人的名单。 伯纳,所以我们的周遭还是会有一些与我们意识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的人,同时也无法评断自己与那些人是否同属一个灵魂团体。 地那,因此,学习到没有分别心,没有批判,尽力协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个体灵魂进入较高时向的关键。 对所有人的爱与宽恕是灵魂从较低意识层面,提升到较高意识层面,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伯纳,我们可以跳级或跳槽到别的灵魂团体中吗? 45如果根据Kuzumi上师所说的,必须要等到整个团体的频率可以进入第五次元为止,这一千个灵魂才能分开,因为这是这一层面的法则。 伯纳,如果这个灵魂团体进入第五次元,便可以重组了。 第那,一旦整个灵魂团体进入第五次元,便有不同的方针与规则,因为更高频率的层面将有不同的方案与协议。 不过,如果你期望重组的原因是想摆脱那一个你很讨厌的灵魂,那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灵魂团体必须等到你能接纳那个灵魂之后,才能进入五度空间。 因为我们不能带着恐惧,愤怒与怨恨进入五度空间。 伯纳,讨厌一个人就可以让我成为汉寻之马,这太可怕了。 第那,因此,进化你自己,并协助自己的亲人朋友进入光中是地球上每一个居民的职责。 因为只要有一个人无法进入天赋的殿堂,你也无法进入地球的脉轮能量Energy。 伯纳,我最近才了解Energy这个字,中文译成能量的意思是,能形成一切事物的力量。 这样的翻译真是精准,前人还是厉害。 但我听说能量运作也是一种宇宙反则,这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吧。 第那,科学家已发现能量的运转是在一个圆周中持续循环着,大到行星,小到原子,四原子,和子或分子的运转,都是如此。 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身体,思想,情绪,意念,行为也是一种能量。 伯纳,这么说来,我们所散发出去的意念,行为,无论是善的,饿的,最终都要循环回到原点,也就是我们自己身上罗。 第那,四十六式的,这就是所谓因果法德的由来,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本身都是能量,我们也是一种能量的组合,我们的思想,意念,事业,欲望,我们的情绪,感受,言语,行动,都会造成一种由我们自身为起点的能量运作。 它最终会回到我们自身,伯纳,许多人以为花钱就可以请别人消灾,清除负面能量,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有钱的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这不就等于有钱就可以超越宇宙法则,那不就天下大乱了吗? 第那,宇宙的法则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凌驾其上或消养法外的,只是,如果有一群人聚在一起诚心祈祷,祈求指引,并改变自己集群体错误的思想行为,便可以转化一些负面势能, 因为这时所散发的正面能量可以抵消一些负面能量,减轻毁灭性灾难的程度,这是因为心灵的能量先有所转化之故。 然而,因无知的行为所带来的因果的学习课题还是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伯纳,所以如果以商业化的交易与心态来消灾其福,付钱的人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来抵消自己所做的亏欺事,负责其福消灾的人,抱着拿钱做事的心态来做消灾其福的动作。 这样的话,形式上好像做到了,实际上却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副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因果不能由别人来消灭,但可以透过自身思想意识的转化来化解的缘故了。 蒂娜,是的,科学家已经证实能量不会被消灾,但可以转化。 上次我们讨论医的法则时,你问我说,光的课程是否含有可以改变我们细胞记忆与遗传基因的密码勾定时,我说,不仅是光的课程,任何来自较高层面的讯息,任何指引人们向善的经典,都具有极高的能量以及转化较低体系负面频率的智能。 其中的道理就在这里,伯纳,说穿了就没有什么神秘的了,也就是只有透过修行,修正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才能扭转负面的智能。 所以说万法归一,无论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原理都一样。 蒂娜,可以这么说,由于人类有很深的习气,要修正已经成型的思想与行为是极不容易的。 然而,较高层面的思想是一种能量,如果我们打开自己,诚心阅读诵念任何经典,或纯然只是对这些能量做冥想,无论是以光,耶稣或佛陀的圣像为冥想,这些能量便会与我们交互感应,在我们的整个存在中运作者。 伯纳,伯纳,次时期这是因为思想是一种能量,能量受到思想的引导,完成我们的意愿。 如果我们懂得借力使力,利用这种较高能量来转化自己,就远比只靠意志力的转念,来的是半功倍。 伯纳,不过,行星其中又提到能量,又提到图形与密码,感觉就有些神秘兮兮的。 伯纳,对完全不理解光或能量运作原理的人来说,它确实是神秘的,我想这是因为至高的宇宙真理像密码一样,无法直接以人的脑意识去理解,或以人类的语言去解说,只能透过光或象征光的语言的图形与密码的运作来进行。 当这些智慧中的较高思想意识经由灵魂注入之后,较低体系上需要一段时间的实证与融合,才能真正领悟,也才能一买吧。 伯纳,有些门派宣称他们所传的法具有密码,是他们的秘密传承,不可以偷学,否则会遭受报应。 这是真的吗? 蒂娜,这是另一种概念。 我们将在讨论入门时探讨这一点,目前只要知道光的课程中的code指的是宇宙智能的编码。 光的课程不是一个秘密门派,每一个会踏上光的课程途径的人,都是机缘已成熟,并受到内在指引而进入的人。 走在这途径上的每个人都在个人内在导师的指引中。 在上师们的守护中,无论是自修或共修,都是光明正大的。 但其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倾听内在指引及识别的能力,吸引力attraction思想引导能量伯纳。 光的课程说光的运作原理,是思想引导能量,能量跟随思想。 这种原理是否也是用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上呢? 蒂娜,是的。 这是一种与磁力磁场有关的宇宙运作法则。 人的思想意识是一种磁力,具有吸引力。 你是否感到当你在思考某一问题时,答案会以各种方式出现。 当你需要帮助时,自然会获得贵人相助。 这就是磁力磁场的作用。 48 我知道了,因为思想、情绪感受、语言、行为都是一种频率。 频率自然会吸引类似的频率。 所以正面的思想吸引正面的能量,负面的思想吸引负面的能量。 难怪从小师长就教导我们要有乐观进取的态度。 这也是同样的道理咯。 蒂娜,是的。 由于科技的发达,任何事物都可快速传播。 我们可以获得许多有益于身心的知识。 但也常受到社会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事物所影响而不自知。 因此,我们要很注意自己在吸引什么样的事物。 博纳,也就是说要留意自己的念头与新意识。 不要让自己的思想去琢磨暴力的或负面的事物。 蒂娜,人有仿制的能力。 有些人会在有意无意间复制所见所闻的事物,尤其是对不懂事的孩子。 大人有义务阻止他们观看那些与暴力或色情有关的影片、书籍或报道,并且要引导他们看一些伟人的传记或具有启发性的书籍,以及建设性的活动。 博纳,我觉得即使是成人,也应这样保护自己的思想意念。 蒂娜,是的。 内在的思想意念决定了一个人的频率,从而在生活中呈现与其意识层面相等的万在经验。 博纳,这吸引力法则除了随着我们的思想意识运作之外,还有其他的运作因素吗? 蒂娜,为了促进一个人的成长,灵魂也会吸引一些事物来考验我们。 伯纳,怎么说?蒂娜,如果我们在较低体系的层面上,尚有许多恐惧、愤怒、倔强、固执、高傲、虚荣或怯弱伯纳,四十九之处,较高自我便会吸引一些事物到我们面前,为的是使我们从中提升以转化。 这虽然不是一个人的行为一果,但它是一种思想意识的一果,我们上次谈一果时,没有触及到这点,这也说明何以我们不能评判别人的一果,只能让个人从中去领悟。 伯纳,你的意思是说,一个被虐待的人,不一定是为了偿还曾经虐待别人的一果,只因他内在的懦弱,而吸引了被虐待的事件,为的是考验他是否能磨练出从中走出来的坚定意志与力量。 那么相对的,有些我们看似福报的好运也是一种考验。 蒂娜,是的,上天有时会让你爆发一下,或让你有很幸运的机缘,为的是考验你是否能善用你的资源和机运,能善用资源与机运,并能从中回馈社会的,将持续获得更多的资源。 但如果你的心智因此而迷失,一切就会如泡沫般的稍纵即逝。 伯纳,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个人,一个区域或一个王朝的起落。 蒂娜,起起落落是人类的学习过程,人们一旦学到自己的课题,一旦自己的意识频率从中提升了,同样的课题就不会再出现。 伯纳,许多人一生都在重复同样的课题,以为这就是自己的命,却没有想到自己需要从中学习的是什么,只是对抗或逃避,才会导致类似的问题一再出现。 蒂娜,是的,愿天尤人只会使课题变得更精心更复杂,成为真正的业障。 然而,能从中提升的人,便能真正享受生命的安然与自在。 伯纳,以前当我碰到问题时,要我不逃避或不怨天尤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没有其他出路。 现在,我可以在光的运作中去清理,去面对,我还是要说懂得在光中运作。 是懒人的福气。 地球的脉轮蒂娜,五十句说地球也像人体一样,拥有七个脉轮中心点,不知道前往这些地方,是否对修行有很大的帮助。 地纳,根据资料的说法,地球的确拥有七个脉轮中心点,那些中心点的所在地分别是, E.S.P. Chakramont, Shasta美国家周雪,是达山R&D Chakram Lake, Tittacock,秘鲁普诺河的的咔咔湖3RDCHAKRA-ULU-KATTJUTA, 澳洲际居于澳洲的国家公园,就是那块巨石4TH Chakram Glastonbury, England这两城市在英国西南部,后者位于南安普敦, Sauce-Hapton附近5TH Chakram Great Pyramid Mount, Ovelis,埃及大金字塔,及以色列耶路撒冷盖莱沙6TH Chakram Malak Sara 位于伊朗境内7TH Chakram Mount, Kailis,Tibet西藏喜马拉雅山北部的凯拉斯山, 它是一座精神和信仰之山,是不少于四种宗教Baptism, Hingism,Genism和Bang教义里的世界中心, 也是亚洲四条大河Bramapultra,Indus,Karnoli-0,Sortledge的发源地, 传说转山可以洗血从前的罪孽和得到永生, 对于徒步者,它的未知充满着吸引力, 伯纳,那么雪式达山是顶轮还是海底轮呢? Dina,我想因为地球是圆的,这七个脉轮要看你从那一头说起, 但无论它的位置在那里,能量漩涡就是能量漩涡, 当你到任何一个具有能量漩涡Vortex的地方, 并融入那律动中,自然能使你的身心获得适当的调整, 但是,不要执着于三度空间的能量场, 光的课程中,上师们教导我们运用的光的能量超越时间与空间, 思想引导能量,与光连接,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你都能以你的接收力,获得这种能量, 伯纳,数据显示地球像人的身体一样的有七个脉轮, 而光的课程却有十二个脉轮中心点,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伯纳,五十一光的课程所启动的是灵魂体的脉轮, 而不是身体的脉轮,然而,当灵魂体的脉轮受到启动之后, 身体上以灵魂体向对应的脉轮自然也会打开, 伯纳,我注意到课程用的是启动两个字, 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启动它,它就不会运作了, 蒂娜,在正常情况下,它是运作的, 只是大部分的人,在得求生命的活动中, 思想与行为已有许多违反宇宙法则的地方, 因而封闭了与灵魂连接的通道, 使得灵魂体处于静止的状态, 直到较低体系中的自我对自身灵魂有所觉醒时, 能量才会大量的注入物质层面中的较低体系, 伯纳,人的身体除了七个主要脉轮之外, 尚有无数的脉轮, 我相信地球也是一样, 尚有许多能量中心点分布在整个地球上, 地纳,不仅是地球这球体中有许多大大小小具有能量的漩涡, 我们作为地球上的公民,每个人都是地球的一个细胞, 我们自身就是地球上一个可以接收与传送能量的一个脉轮中心点, 当我们打开自己,接收至善的能量,便是在协助地球的转化, 当我们封闭自己,散发较低的能量与意识,便是在阻碍地球的进展, 伯纳,因此重要的是自己内在心灵的运作与成长, 而不是真的到地球上的某个脉轮中心点上去, 打开与自己身体相对应的脉轮, 好像照个相以示到此一游的态度, 这样是无济于事的罗, 地纳,不是叫你不要去那些地方, 而是说,你到了那些具有特定能量磁场的地方, 要是能配合那磁场的律动, 并调整自己的身心意识, 相信那特定的磁场必然有助于你打开自己的脉轮, 只是在你离开后, 如果你又回到旧有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时, 那些能量还是会消失, 你的脉轮也会再度封闭起来, 频率,轮回之探讨频率Vibration52能量与频率之间, 似乎很难区别, 感觉高频率就是高能量, 低频率就是低能量, 是这样吗? 地纳,高频率形成高能量, 低频率形成低能量, 两者之间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不那,那, 频率震动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地纳, 通常是以周期的震荡次数来衡量, 物质与非物质的能量体之间最大的不同, 就是频率震动的不同, 物质体比非物质体如精神能量体的震动频率低, 属于小我的负面思想频率比属灵的正面思想频率低, 因此三度空间的频率比五度空间的频率低, 三度空间的能量也因而比五度空间来得低, 不那, 各种频率的震幅会与我们有关系吗? 地纳, 不同频率会吸引与自身频率共振的事物, 就拿乐观与悲观两种形态来比喻吧, 乐观的震动频率高, 自然吸引同样高频的事物, 容易形成光明, 喜悦的外在经验, 反之, 悲观的震动频率低, 就会吸引低频率的事物, 容易形成阴沉, 会按的外在经验, 不那, 频率既然是一种震动波, 我们是否会受到别人所散发的较低频率所波及? 地纳, 对觉知力不够的人, 是很容易被波及, 或者应该说很容易被引发自己内在原有的东西, 目前一般的群体大众尚在未觉醒的状态中, 对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 没有敏锐的觉知力, 因此很容易互相影响, 造成负面循环, 伯纳, 所以遇到低思想频率的人或地方, 最好逃得远远的, 地纳, 我们可以少去一些较低频率的地方, 但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我们的焦点只是在看自己周五十三, 遭有那些人的频率低, 那些人的频率高, 便很容易造成对立与批判, 而往往这些批判只是个人的投射, 与实相无关, 这种批判不仅为自己制造学习的因果, 也延误了个人的进展, 要知道自己之所以会受到低频率的影响, 是因为自己的内在上有, 与这些频率产生共振的元素, 伯纳, 所以重要的是, 要能觉知自己的意识状态, 而不是去为别人的意识频率打分数, 只要能将自己从自己的低频状态中提升出来, 并超越这些批判与感受, 宁定在较高的思想频率中, 便不会受到影响, 是吗? 蒂娜, 是的, 但我发觉如果只靠头脑的意识, 要做到提升与超脱会很吃力, 但运用光的能量去转化自己以及周遭的磁场, 便轻松容易多了, 伯纳, 这种借历史力来与较高频率连接, 并运用较高频率转化较低频率的原理, 真是懒人的好方法, 蒂娜, 愿意去为自己的身心状态负责的人, 不能算是懒人, 何况能达到这种觉知的人, 必走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面对自己, 清理, 净化与提升的过程, 在身体, 心智与心灵上, 越是能与光同化融合的人, 转化的速度就愈快, 也愈能掌握自己的生命, 达到圆满, 伯纳, 这就像任何专业的磨练一样, 要达到尖练纯熟, 需要下一番功夫, 但是在我的功力还不到那程度时, 我想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吧, 帝纳, 如果你是没有带着批判与愤怒的推开, 了解彼此是面对同一时间却在不同的角度与不同的层面上看事情时, 你既无法妥协, 也无法强迫别人与你有一样的想法, 便选择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当然很好, 但如果带着批判与愤怒无奈的离开, 甚至伺机群仇, 便是下策, 因为你不但无法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你的生命将因恐惧而受到局限, 也使自己卷入更多的因果的学习, 伯纳, 那怎么做才是上策呢? 帝纳, 五十四从这些镜光到影中去看自己的内在心时, 否则你的生命课题将从其他地方以不同的模式一再向你挑战, 伯纳, 爱, 好像怎么逃都逃不了, 帝纳, 别急, 别急, 一旦我们选择在光中进入较高的意识层面, 在较低意识层面中的一切现象就不会再以课题的模式呈现在你面前了, 伯纳, 你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较低意识所引发的痛苦因果, 被光的较高意识进化时, 我们才能真正解脱, 看来习修光的途径, 是一条可以迈向自由的途径咯, 考验VS, 选择伯纳, 有些人面对的考验很严峻, 有些人则较为平顺, 这是属于因果法则, 还是思想频率法则的范畴呢? 帝纳, 可以说是思想频率的因果法则, 因为, 因果也是人们产生特定思想意识的种子或起因, 因此它们是互为因果, 在灵性成长的过程中, 每个人都会受到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的考验, 面对这些考验时, 我们所选择的思想, 态度与行为, 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伯纳,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学习光的运作与真理, 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道理吧, 因为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思想, 并从不同反应的选择中, 改变整个事件的形态与演化, 帝纳, 是的, 但对这些真理与法则的遵循, 必须是出自个人内在心灵的领悟, 以灵性为选择的基础, 任何事物不是出自心灵的领悟, 而是纯然将它作为一种知识性的, 理性的教条, 以一颗严峻苛刻的心去遵守教条, 往往使自己陷入在油盐科所带来的因果与学习课题, 却无法理解和以自己谨守轻规, 却仍有诸多的不顺, 博纳, 博纳, 55 这需要灵性的进展, 以达到很高领悟的灵魂, 才能分辨出自己所遵循的究竟是出自内在心灵的领悟, 还是出自个人头脑的逻辑思维, 或出自群众思想所形成的教条, 帝纳, 没有错, 所以, 要先在自己的识别能力上下功夫, 博纳, 识别而不批判是一种很高的素养, 我想也是走在光的途径上的灵魂, 进展到这一特定阶段的最大考验, 我发现自己只要一不小心, 就陷入在批判中, 帝纳, 这要先达到自我的进化之后, 才能有这种波林渐日的功夫, 我们都还在过程中, 只要保持觉知, 努力使自己达到这种素养即可, 不要过于苛责自己, 我想, 我们如果能随时给予别人, 包括自己的父母, 配偶, 子女与亲友, 成长与进展的时间与空间, 并以这种同理心的态度来调整自己, 就能逐渐缓和那严禁苛刻的心, 并培养出辉弘的气度, 博纳, 除了选择识别, 选择不批判之外, 还有那些选择可以使我们平顺地走过种种成长的考验呢? 帝纳, 不和别人的人生经验做比较,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像大海中的波浪, 同为大海的一部分, 各种姻缘, 使我们成为大大小小, 此起彼伏的海浪, 但最终都要回归成为海水, 所不同的是, 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起伏, 都是一个灵魂成长的契机, 因此, 选择专注在自己当下的经验中, 将使我们比较快速, 也比较容易走过生命的考验, 博纳, 这是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所要学习的课题不同, 因而有不同的生命经验之故, 所以我们要专注在自己所面临的状态, 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讯息, 要我们领悟的是什么? 蒂娜, 是的, 如果你忙于与别人做比较, 你将偏离内在的灵性, 这种偏离, 如果不是使你因而产生更高我慢的骄傲之心, 便是使你陷入在感到自己是卑微的沮丧中, 五十六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无论自己处在顺境或逆境中, 生命的每一时刻, 都充满着各种可能性与各种机缘, 关键在于我们的选择, 我们便不会忙于与别人做比较了, 蒂娜, 是的, 一旦我们学会面对考验时, 把焦点放在如何在爱与智慧中做选择, 我们便能找到一个较高的, 符合真理的解决之道, 我们的灵魂也将从中更上一层楼, 重点在于做出使我们的思想, 意识, 频率与能量得以在进展中进入较高层面的选择, 否则因错误的选择而产生的因果的回礼, 往往排山倒海地冲到你面前, 伯纳, 这么说选择保持与内在心灵, 内在真理, 内在之功连接是获得自由的关键, 温柔的心是平顺的关键, 看起来, 似乎一切真理的法则都是环环相扣的, 我看, 我的重新解决上次所谈的识别与批判呢? 蒂娜, 真理本身是很简单的, 只是人类在较低次元中, 因多元化的制造, 使生命变得复杂化, 使我们得从不同的角度去领悟, 去体会而已。 另一个重要的关键是如果我们不先进化自己, 整合自己, 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 既无法真正领悟, 也无法真正实践, 伯纳, 所以你才会一再强调, 如果要走光的课程这一途径, 最好一课程的设计, 从初级课程开始清理进化较低体系, 是一个很重要过程, 是吧? 蒂娜, 答对了, 轮回之探讨伯纳, 有人说有轮回, 有人说没有轮回, 但都说灵魂是永恒的, 如果灵魂是永恒的, 却没有轮回, 那么肉体生命结束之后, 灵魂会到那里去呢? 蒂娜, 这个问题要看从什么角度来说, 灵魂有一个由所有经历所形成的意识, 有人称之为神识, 佛家称之为阿赖幼时或藏时, 我认为说没有轮回的说法, 指的是没有特定的一个人在轮回, 说有轮回指的是有一个特定的神识, 在宇宙各次元中流转移动, 或在三度空间重复, 或延续同一五十七种意识, 直到他的意识转化, 与光融合为止, 一个习修Oensha Book的朋友Suzan, 曾基于他从中所获得的领悟写出一本心得, 并获得基金会的人之认可出版, 经由他的同意, 我录取几段与轮回有关的部分与你分享, 有些人所坚称的多次的生命, 是一种由此时开始的自我的经验, 因为能量会扩展, 频率会进化, 人类是顺着一个层面, 一个层面的进化而上升的, 人对前世理念的混淆, 是基于频率在二十七个阶段的重复模式, 并在遗传中延续着, 每一个存在皆储存着祖先的意识与能量, 所以使得我们看起来好像经历着他们的生命, 事实上, 那只是穿了他们的鞋子, 它是一种家族频率所延续而来的生命, 然而, 我们所要追寻的是将个人的频率, 与神圣完美的品性融合在我们的物质生命中, 这种运用前人的至善智能而产生的和谐, 将随着个人的自由意志一再体现, 然而, 你们可能会问, 那么因果又是怎么形成的? 如圣经所说的, 你所剥下的种子, 就是你所要收成的, 在你频率中的一切行为, 就是你所要斩获的, 因为能量的吸收与扩展是一个宇宙法则, 所有的思想, 言语与行为皆是建立灵魂华煞的墙, 这些灵魂华煞无法以肉眼来看, 它们只能在Morindia世界中的570个层面的学校中显现, 并从中学习, 地球与地球人类与其他次元的连接是无形的, 人类只能看到物质次元中的事物, 无法看到肉体生命结束之后所前往的次元, 就像钢琴有一组琴剑, 所有的琴剑必须和谐的弹奏才能抒发优美的音乐一样, 地球这一次元也需要每一个人在和谐中才能谱出美好的曲调, 每一个灵魂团队必须一再演练, 直到正确完美为止, 但如果人类灵魂在地球上无法学习, 让自己进入和谐, 那么当肉体生命结束之后, 便得前往Morandio的世界中继续学习, 一个灵魂在这世界的学习结束之后, 依然仍在永恒的宇宙中不断地学习, 地球这物质世界仍继续存在, 而我们也将在永恒的律动中持续回想着, 所谓的古老的灵魂, 是指在物质世界中选择持续以前人和谐的生命形态, 来完成他们的生命的灵魂, 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你的灵魂, 你也不能取代别人的灵魂, 在永恒中, 我们将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灵魂, 这个星球是我们灵魂在永恒宇宙中之旅程的第一步, 所有的灵魂最终都将回归我们的宇宙天赋, 在永恒宇宙的未来中, 所有星球的生命都在和谐中, 并认知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不朽儿女, 我们参与神的创造, 每一个灵魂之个性自我的经验, 对上主来说都是需要的, 上面的论述代表着一个思想门派的观点, 我不是说他的认知是绝对的, 何况语言文字所能表达的有限, 每个人透过文字所能领悟的范畴也不同, 我只能减恶地提供出自Ensher Book之一思想学派的论说, 最终还是要有每个人在领悟中取得自己的认知, 由于这一问题的探索范围极其广泛, 我姑且以一来作为一个段落, 我们将开放来自其他角度的论述, 持续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博纳,58我发觉目前自己的程度还不够, 无法针对这一角度与你探讨, 你提到Ensher Book, 这是什么样的书? 还有, 你刚才提到的一些频率在27阶段, Morangel世界, 第570个层面, 这些我都没听过呢? 蒂娜,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频率在27阶段, 这需要研读过这部经典的人才能理解, 我们目前只能从斯兰的论述中取得一个另一学派的观点, 这部经典我只看过一遍, 很想多看几次, 只是一直还没有机会, 因它太浩瀚了, 有二千页之多, 涵盖天上人间的一切事物, 它是一部二十世纪的经典, 许多人是穷其一生在研读, 就像有人持修一本圣经, 有人持修一部华言经, 有人持修一部法华经一样, 这部经典属于安税基金会, 已有许多不同语言的翻译, 目前的中文翻译正由大陆的一群学者在进行着, 预计2008年出版, Morandian的世界据我的理解, 是一个属于以太层面的层层次元, 佛家所谓的中医世界, 在经典中有上百页的讨论, 你可先阅读英文人版或等中文版问世, 我建议你看英文人版, 因它优美文字的运作, 使人在阅读中便能获得赏心悦目的享受, 十多年前我曾译出它的简介, 为的是希望接引一些朋友们阅读这部经典, 但一直未看到有人进入这部经典, 也许是实际上未成熟吧, 宇宙法则, 一的法则宇宙法则Universal Law 伯纳, 我们常常听到的宇宙法则, 指的是一种宇宙的法律吗? 第那,宇宙法则指的是宇宙万物的运作原则, 当然它也意味着一种规则, 像交通规则一样, 如果大家不遵守规则, 小则造成交通混乱, 大则造成伤害, 伯纳, 但一般人对这种看不见, 听不到, 既模糊又神秘的原则, 是很难搞清楚的, 第那, 早期因地球稠密的频率, 只有少数开悟的智者能参透这些道理, 并教导这些宇宙法则, 在那个地球及地球人类, 尚未进入加速进展的时代中, 一切都在缓慢的步调中进行着, 由此看来, 人类的心石也是在生命的历练中逐步领悟呢, 伯纳, 59现在, 我们正处于地球要加速进展的时代, 在这奔腾的时代中, 似乎一切都是快速回转着, 这个现象, 也使得很多人措手不及, 陷入在一片茫然中, 引发许多躁欲及心理上, 精神上的疾病, 蒂娜, 是的, 在这地球频率加速振动的时期, 人类如果不与自己灵性的层面连接, 并从中获得支撑的力量, 或者不配合地球的律动及整体人类进展的速度来运作, 无论是身体或心灵意识都极易陷入在混淆中, 也往往造成外在生活的紊乱, 生活的紊乱又反过来造成压力, 并不自觉地进入负面循环中, 伯纳, 因此了解宇宙法则已不光是修行人的事, 它已是全体人类必须知道的诚实, 好比古人是靠两只脚走路, 我们则有汽车, 飞机可以搭乘, 遵守宇宙法则, 善用光的能量, 就如同搭乘火箭, 能快速回归我们自性的源头, 蒂娜, 是的, 你的悟性真是越来越高罗, 了解并能实践宇宙法则的人, 便能顺着这股加速进展的动力, 使自己的身心快速提升, 使生活进入安宁与和谐中, 况且, 宇宙法则的运作, 是不管人们是否了解, 反正都一样产生回荡与影响, 伯纳, 宇宙中有多少法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蒂娜, 所有的宇宙真知, 宗教哲学, 都在阐述着宇宙法则, 另外, 我们所知道的能量, 频率, 因果, 互动, 互补, 物以类聚, 宇宙实相, 等横古不变的真理或道德标准, 都在一种有迹可循的法则内进行着, 伯纳, 这些法则似乎是一环套一环, 相互关联的, 蒂娜, 是的, 我们存在于一个全息的宇宙中, Holographic Universe, 只有全面了解它们的运作蒂娜, 六十原则, 才能使自己及宇宙生命进入有序与平衡中, 伯纳, 那么, 我们得像倡导交通规则那样, 帮助人们了解这些法则咯, 蒂娜, 语言文字上的探讨, 只是在头脑的知的层面上做文章, 想要完全了解这些法则, 每个人还是必须经由心灵的领悟, 并将这些法则实践在生活中, 才能产生真正的效果, 伯纳, 可是, 我还是很想知道, 到底有哪些重要的法则, 蒂娜, OK, 我们会在后续的篇幅中, 慢慢探讨这些法则, 一的法则, The Law of One is 伯纳, 在行星期的图形与密码中, 艾喜斯说, 一切即一, 一即一切, 真把我搞得一头雾水, 蒂娜, 所谓一的宇宙撒则, 就表示存在于宇宙全息图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息息相关的, 伯纳, 蒂娜, 这个一指的是完整的宇宙心石, 所有的心石都源自这宇宙心石, 并存在于这个心石中, 一切事物皆从这宇宙心石的频率中演化而生, 伯纳, 这么说来, 宇宙心石, 就是我们常说的万物之源或造物主罗, 六十一式的, 因此它是全知, 全能的, 直接由它所焕发出来的能量便是光, 我们人类也是这样来的, 因此只要我们沉浸下来, 便能进入光中, 伯纳, 但要达到融入光中的静定功夫可莫那么容易吧, 地纳, 我们的肉体生命是光的频率层层降低之后的物质层面, 因此要回到光中, 还是要逐步提升意识与频率, 这就是为什么上师们提供了光的课程这个途径, 为的是带领我们从较低体系的层面开始提升与进化, 伯纳, 有些人宣称在静坐中看到光的色彩, 或能看到物质体外围发出的光, 这就是进入光中, 与光融合嘛, 地纳, 在静坐中看到光, 还是属于较低体系的交互感应作用, 是身体神经系统的响应, 与正入光明自性是两回事, 然而, 如果能认知这点, 不执着于这种境界, 继续深入, 便能达到整合较低体系的效果, 伯纳, 有人说光的课程含有频率密码coding, 可以改变我们的细胞记忆与遗传基因, 这是真的吗? 地纳, 不仅是光的课程, 任何来自较高层面的讯息, 都具有极高的能量, 以及转化较低体系负面频率的智能, 除了光的课程之外, 其他来自较高次元的体系所传的资料, 也是如此, 阅读这些数据及任何大统宗教的经典, 一样可以接收基督圣灵, 诸佛与众神的加持, 这是因为当我们阅读经典或上师们的讯息时, 尽管我们不一定悬念了解其中的含义, 但思想意识便同时与之产生共鸣与共振, 所以我们还是都能接收到蕴含在讯息中的智能, 有人把它称之为密码, coding, 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事物, 以后当我们讨论到能量与频率法则时, 会再提到这些, 第二次元VS, 神经系统伯纳, 在系列一的介绍中有这么一段, 第那六十二当你的感受体或第六感渐渐打开时, 会产生某些不同的感应, 你的梦境会显得更清晰, 或在第二次元的层面上发生, 曾经出现在你梦中的世界, 有时候你或许会有头重脚轻或某种不平衡的感觉, 这是因为你正在密集地清理你自身的神经系统, 以及正在清理理性体上希望的影像, 这种情况, 在使用极色之光的过程中, 会更为突出和明显, 这里所说的第二次元的层面上发生的事指的是什么? 第那, first dimension第一次元或第一度空间指的是点以及由点所组成的线, 是长度, second dimension第二次元或第二度空间指的是由线所组成的具有程度与宽度的面, 我们内在的思想意识便在这层面上, 创造一切未显向的事物, 当宇宙的创造式能持续运作时, 便在第三次元或第三度空间具体显现, 我们梦中的事物, 往往先在第二次元中演出, 在强烈的思想焦点下, 它持续在第三次元中显现, 当我们在最高的觉知中时, 便能清除正在第二次元中所进行的虚妄的或负面的创造, 使它不致呈现在第三次元的显向世界中, 因此在光的课程中, 行星的较高级四便常常带领我们进入起因体的层面, 进行清理与进化的运作, 伯纳,教材中好像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起因体, 到底在身体的那一部位, 地纳,起因体不在身体的器官上, 它像阿卡莎记录一样, 在心灵意识中,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心是多次元的, 因此这起因体, 也贯穿在多次元的层面上, 伯纳, 用点, 线, 面来全是我们的创造真有意思, 那么行星中所用的三角形, 即金字塔等几何形体, 是否也属于多次元的能量运作, 与交互感应呢? 那么它们必然也有特定的含义了, 地纳, 是的, 它的含义很深, 它涉及数学与天文学, 无法三言两语的说星, 很多时候, 上师们不想把我们绕到理论中, 他们希望我们把焦点放在能量的运作上, 因此一些理论性的东西便点到为止, 当然, 作为学生, 我们自己可以去探索,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 今天先就你对这段的问题来讨论, 伯纳, 这里特别提到神经系统, 为什么? 伯纳, 六十三神经系统, 不仅吸收人与人之间, 所散发的思想与心灵意识, 也吸收来自较高层面的思想与精神意识, 我们要从动物性的自我回归神性自我, 必须了解至高层面的精神意识以及神圣计划, 要达到这点,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灵, 都需要逐步领悟宇宙意识, 这种领悟来自较高能量所注入的较高思想意识, 因此强化神经系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需经由一段很长时间的调整, 与训练, 否则脆弱的神经系统将使我们无法承受来自较高层面的频率, 因为如果让较高频率骤然注入纤细的神经系统中, 将会在身心上造成极大的伤害, 甚至导致死亡, 博娜, 哇, 听起来好像武侠小说的走火入魔哦, 那如果我们没把前面的极次修好, 便进入航星极次会产生伤害吗? 地纳, 来自较高层面所注入的较高能量, 是依每个人的意识层面而定, 灵魂自身会依每个人所能接受的能力转化, 调整注入较低体系的能量, 在广的课程中更是如此, 每个人将依自己的时间与速度而学习与进展, 博娜,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浑浑噩噩地混下去, 而不去真正打开自己的意识层面, 不去面对自己预沟里的思想与情绪, 甚至自以为是天才, 可以跳起, 那么即使我拿着行星吧, 行星九甚至天使极次的教材在看, 较高次元的能量也不会注入我的较低体系中, 蒂娜, 可以这么说, 因此在光的课程中, 每一几次所带给我们的不是更深奥的宇宙天文学或者理, 而是更高更协制的能量, 这种能量自然会将较高智慧注入我们的存在中, 许多伟大的发明或设计便是在较高智能的启发中产生的, 博娜, 所以说为了迎接这种更高, 更协制的能量, 我们必须逐步地唤醒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的每一个能量中心点, 并学会掌握每一个脉轮中心点的运作势吗? 蒂娜, 对了, 就像你贵为博士候选人, 仍然谦和地从最初浅的第一极次, 开始一个极次一个极次地走过它, 这必然是来自你内在的智慧, 六十四恩, 只能说我没有笨到不知道自己尚未开启那自身存在中的至高智慧, 我就有朋友看到初级教材从身体开始, 认为自己身体很好, 只是EQ不好, 造成许多人际关系的困扰, 为了快速调整情绪, 便直接进入第二极次情绪体, 结果身体出现很多状况, 蒂娜, 由身体极次开始, 不是因为上师们认为我们身体不好, 而是当一个人踏上光的途径时, 表示他愿意向较高灵性意识打开, 这时较高次元的频率, 自然会开始注入各个体系上, 而身体是第一个接收这些频率的在体, 因此我们必须在身体的层面上做好准备, 尤其是神经系统, 需要更进一步的强化, 才能承受较高频率的注入, 伯娜, 走完第一极次我们就能把身体调整到位吗? 蒂娜, 当然不是, 心灵的进展需要我们的身体这一在体的配合, 以便适当地承受较高能量, 然而身体的转化也需要心灵意识配合进展才行,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 在光的课程中, 无论那一极次, 那一阶段, 光的能量都还继续在我们的身体上运作, 一点一滴滴精炼我们的身体与心灵, 使我们的身心成长得更着重更细致, 伯娜, 难怪即使到了行星的较高极次, 还看到上师们重复不断地带着我们引导能量在我们的身体上运作, 我总是为这些一再重复感到不耐烦, 好像每个极次都在做同样的事, 现在我明白了, 每一极次能量运作的程度与层面是不同的, 这也是为什么每进入另一极次, 身体也还是在产生一些不同的process, 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 如果我们从头到尾走过一次, 是否就能把身体调整到接收较高频率的状态了? 蒂娜, 这要看每个人的根基, 一般人很少一次就能完成上师们在每一极次设定的目标, 很多人在回头重新复习时, 才发现自己对上师们的讯息有真正的领悟, 身体也才真正的开始转化, 伯娜, 很像有人终其一生专修一部经典, 在反复中逐步提升与领悟一样, 蒂娜, 是的, 任何经典, 无论是圣经, 佛经, 可兰经, 光的课程, 奇迹课程, 只要相应, 一门深入的反复体会, 修实与实践, 都可以达到提升的效果, 六十五第五次元, 五次元, 传说地球即将从第三次元及三度空间经由四度空间进入第五次元, 我知道三度空间是我们所存在的世界, 但四度空间是什么, 五度空间又是什么, 地纳, 让我们从一度空间说起, 一度空间是矿物的世界, 生命是能就是由这一度空间开始焕发流动的, 二度空间是植物的世界, 从这度空间开始, 生命依自己的形态而复制, 我们发现从这度空间开始, 一切生命都需要光来维持生命, 三度空间是一种由精神透过物质显像而成立的空间, 世界末日指的是三度空间的结束, 也就是说, 任何不在碍于真理中, 属于较低频率的事物, 都会瓦解, 在这地球即将进入第五次元的前夕, 能调整自己的身心意识, 并愿意从较低频率转向较高频率提升的人, 将比以往的任何时代, 更能顺着这股能量上升, 并在大宇宙中向更高的次元前进, 不愿意做提升与改变的人, 则很容易在个人的生活上, 精神上, 或身体上出现问题, 这是因为自身的频率, 不能与转化中的地球频率, 产生和谐公正之故, 当地球要进入五度空间时, 有些迷恋着三度空间之物质现象的争斗, 吵闹, 吸毒, 悲伤, 忧愁, 控制等游戏的人, 将会前往与他们的意识相应的地方, 继续玩他们所喜欢的游戏, 直到他们想改变为止, 四度空间是以太星光体的层面, 通常是出离开肉体生命, 未能进入较高次元的灵魂所存在的空间, 它仍是一个虚幻的, 二人对立的世界, 其中仍有善恶, 男女, 光明与黑暗的区分, 是三度空间的延伸, 人类常受到这一次元的意识能量所干扰, 但它也是一个进入较高次元的入口处, 必须通过这一次元才能进入更高的次元, 五度空间是一种在完全和谐之精神意识的纯能量体的存在们所处的空间, 那是一种细微的思维能量, 也就是爱的能量, 伯纳, 除了五度空间以外, 还有更高度的空间吗? 蒂娜, 尚能用语言来描述的还有六度空间与七度空间, 六度空间是一个更高频率的世界, 有着全然不同的色彩与音律, 这一度空间储存着马卡巴摩卡巴的图形与密码, 它是衔接较高次元与较低次元的桥梁, 因为较高次元与较低次元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 六十六七度空间储存着较高智慧, 宇宙智慧, 宇宙法则, 莫基瑟德天使圣团集从这个次元, 以思想的传递, 心灵的感应, 将这些智能与法则层层传递到频率较低较稠密的空间, 如我们所居住的三度空间, 伯纳, 听起来好科幻优, 人类又如何从三度空间进入五度空间呢? 地纳, 宇宙中所有事物都是一种能量, 我们的身体是一种能量, 我们的情绪, 感受与思想是一种能量, 一句话, 一个行为, 一种经验都是一种能量, 而能量的频率可以互相流动, 互相转化, 一般来说, 较高的频率可以转化较低的频率, 来自较高次元之光谱的能量, 不断地放射到地球上, 这些能量含藏着人类进展的蓝图, 以及滋长人类进展所需的元素, 在行星期的图形与密码中称之为马纳精神粮食, 这些较高频率被传递到地球磁场上, 当人类的脑波与这频率相互感应时, 光的语言便下载到人类的较低体系中, 从而提升与转化这些体系中的频率, 至于如何进入, 目前我尚未能找到这方面的数据, 只知道我们必须为自己能够接收较高频率 与较高次元的思想念相做好准备, 时机成熟时便自然会发生, 博纳, 人类在接收这些来自较高次元的能量时, 会有什么反应吗? 地纳, 每个人的反应不同, 一般来说, 接收巨大能量波的冲击, 多少总是会有些反应, 有些人在身体上呈现一些类似生病的不是反应, 有些人感到一种焦躁不安或疑惑混淆, 有些人感到疲倦或头昏眼花, 但如果我们持续以光来清理这些累积已久, 现在才浮现出来的负面元素, 将能比较快速地走过这些过程, 进入轻安的状态中, 因为我们预示能够让光进入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心时将预能与较高次元连接, 从而脱离较低次元的影响力, 博纳, 来自较高次元的能量居然是爱, 何以会令人产生不舒适的感觉呢? 地纳, 因为这些频率将改变人类的分子结构, 是储存在细胞, 遗传基因, 以及灵魂意识中的负面记忆开始瓦解, 任何分解的过程, 总是令人感到不舒适, 这是出自叫低体系自身的反应, 与爱的能量无关, 地纳, 六十七光的课程, 与通灵中性阴阳平衡, 刚柔并记是地球及人类进入第五次元的必备条件伯纳, 有人说现在男人太软弱过于女性化了, 而女人太强悍, 过于男性化了, 认为这是适风日下, 有人则说这是因为地球需要阴阳平衡, 因此男人与女人都在求取平衡, 我不知如何看它, 只知道我面对强悍的女人时, 真是不知所措, 只能溜知大吉, 地纳, 阴阳两个字不是仅致, 一般人所认知的男性、女性、雌性、雄性等身体或物质体的差异, 宇宙中的一切事物本身都隐含着雌性与雄性两种本质, 在人类本质上, 这两种能量不仅存在于身体, 也存在于理性思想体, 灵性体或晶体中, 存在于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物上, 如热能、光能、 电流、 磁场等也是具有因, 阴性与阳性的能量, 人们以因这个字来代表负面, 黑暗, 以磁性代表柔弱, 无力, 以阳这个字代表正面, 光明, 以雄性代表刚强, 有力, 这只是因人类所能运用的文字有限, 由于人类局限的思想逻辑而延伸出来的理念, 事实上, 因或阳两种能量都各自具有同样重要的元素本质, 伯纳, 是的, 我们总认为男人要有十足的正面思想与行为, 要有自我控制的毅力, 甚至要有足够的洋气, 才能生疼, 所以古代认为要以男人之身来修行才能得到, 帝纳, 这是一种说法, 是一部分人的逻辑思维, 我们无意去论证各门各派的逻辑思维, 只能提供一些我们所能认同的, 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根据数据显示, 要进入第五次元, 需要让线能量所代表的正面思想, 毅力, 扩展, 开展等动力没有错, 但也需要因线能量来将一切事物带入平衡中, 阴性能量代表共同创造, 以温柔的手将思想编织成一幅之锦图, 这一切都需要先从我们个人的内在展开, 才能与阴阳平衡的大宇宙融合, 伯纳, 所以每个人都要先达到内在阳性与阴性的平衡, 不能单纯的过于男性化或女性化, 但是如果男人不是强者, 女人不是让男人保护的弱者, 或像沙翁所讲的那样, 弱者, 你的名字是女人, 那世界有什么意思? 伯纳, 六十八 你要是喜欢那样的世界, 宇宙中必有那样的星球可以去, 自由意志的法则必然能让你在地球生命结束时, 前往那样的地方, 只是根据平衡法则, 两种角色你都得经历才行, 不能任选其一, 伯纳, 无, 那我就要想一想了, 帝纳, 在宇宙阴阳两极的造化中, 阴不是指柔弱, 而是指接收与接纳的一面, 阳指的是创造思想与行为的源头, 当两者相融合时, 便展开创造过程, 使思想具体显现, 伯纳, 整个宇宙造化都是如此, 帝纳, 在至高造物主之下的创造层面都是如此, 阴阳两极的能量互相吸引融合, 因为即使最微小的分子也是如此, 造物主至高创造层面是一种思想logos, 因此其智慧无所不在, 而这智能本身便含藏着阴阳两极的能量, 伯纳, 所以人也含藏着阴阳两极的能量, 我们必须使自身之内的这两种能量平衡, 才能提升, 并且无论是男人或女人都一样可以提升, 帝纳, 是的, 人类必须能纯熟地运用阴阙能量接收思想, 梦想, 视野, 并运用阳性能量使它具体显现, 伯纳, 我们如何让自己达到阴阳平衡呢? 帝纳, 在静默中, 倾听灵魂藤面较高自我的指引, 学习让你的思想, 情绪, 语言, 行为都是阴阳平衡, 也就是刚柔病剂, 外柔内刚或外刚内柔都是一种不平衡, 69, 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 我就是达到阴阳平衡或刚柔病剂, 帝纳, 这是没有准则的, 只能说当阴阳平衡时, 一个人便与自己的较高自我是整合的, 这将使他在任何情况下独具有应对的直觉能力, 行星课程中要我们在动力磁场与磁力磁场上运作, 是一种帮助我们整合这两面磁场的方式之一, 当你有意识地引导光的能量如实运作时, 他所蕴含的智慧便会在我们整个存在中, 依我们所能接受的程度运作, 伯纳, 还是太抽象了, 帝纳, 也许我们可以从阳性特质与阴性特质来讨论, 但不要将他误以为我指的是女人或男人的特质, 阴性特质, 不论断, 不执着, 顺应, 开放, 沉静, 和平, 谦卑, 能响应, 守信, 小心, 谨慎, 尊重生命, 阳性特质, 承担, 择善固执, 独立自主, 运筹帷幄, 同理事物, 变财无碍, 进取, 自信, 不受局, 有勇气, 有胆识, 有冲劲, 当我们能整合这些特质, 知道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该运用什么特质, 我们便具有人类的全部潜力, 也是人类要向更高次元进展的必备条件, 伯纳, 是的, 置身于一个这样高智慧的群体环境中, 是要比置身于疫情不是过于强悍, 就是过懦弱的女人群中要好玩多了, 对不起, 应该说无论是置身于疫情过于强悍或过于懦弱的男人或女人中, 都不好玩, 光的课程与通灵博纳, 很多人修了光的课程以后, 似乎就打开了通灵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 蒂娜, 上师们设计光的课程并非为了培养灵媒, 而是为了带领我们向更高的精神意识进展, 然而, 要向较高灵性进展, 清理, 进化与打开觉知与敏锐度是必要的过程, 之间与定力不够的70人, 打开敏锐度之后, 就会开始玩一般人所谓通灵, 伯纳, 很多人对许多未知的世界感到好奇, 一旦有人宣称他们可以感知自己所不知道的事, 便会出于好奇或好玩而趋之若鹜, 只是很多人找这些通灵人之后, 抱怨受骗或受到操控, 因而影响光的课程的形象, 我们是否应该澄清这一切行为与光的课程无关, 蒂娜, 我们只能向大家解释每个人的心性不同, 欲望不同, 便各自有不同的对光的课程的理解与表达, 更多习修光的课程的人, 并没有开发出通灵能力, 但他们所开展的是其他方面的能力, 譬如写作, 绘画, 创造力, 沟通能力, 处理事情的能力, 有些人觉得自己有更高的智慧去理解很多事情, 工作与事业更为顺心, 有些人则得以使一些痛苦的人际关系真挚人满, 有些人则开发了通灵的能力, 这时旁边的人便必须以自己内在的智慧去识别, 是否接受这些人所通给你的讯息, 伯纳, 嗯, 我的确感觉自己更有创造力, 以及对事情的处理能力也更有智慧了, 但就一般而言, 通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D那,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思想, 欲望与心智, 因而都散发着不同的, 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频率的电流或电波, 一个有素养, 手机率的人所散发出的电波与那些粗俗卑鄙的人, 所散发的电波是极不相同的, 伯纳, 这与社会地位, 个人财富或学历有关吗? D那, 完全无关, 往往一个的简朴的乡野村民所散发的频率, 比那些在世俗上工程名就或学问, 学历很高, 品德却很粗鄙的人的频率, 要高出许多, 这种频率无法隐藏, 伪造或用任何理由来掩饰, 每个人所散发的频率, 都让人立即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伯纳, 但一般人感受不到这种频率, 而那些开启感受体, 具有敏锐度的人, 便能感知并解读这些电波, 就成为所谓的灵媒了。 D那, 七十一可以这样解释, 但灵媒有许多不同的层次, 这是因为每个灵媒的意识层面不同, 所能通道的层面, 与所理解的, 所解读的, 也就各不相同, 因此我们无法在这里用一个公式去为灵媒这名词下定义。 伯纳, 据我所知, 探测频率是非常消耗精神体力的, 甚至还会损害神经系统, 因为灵媒得先控掉自己的心实与意志, 以便接收别人的意念, 听说为了使自己的频率能与别人相通之下所做的调整, 是很伤神经系统的, 有些人越修得越变得神经兮兮的, 是不是因为玩神通, 伤了神经系统的关系? 蒂娜, 我不能确定这样的逻辑推论是否可以成立, 但是神经系统稍弱或妄念多的人, 是可以看到许多画面, 加上没有正确的知识, 兼与定力去识别这些画面, 便令人感到他们在胡言乱语, 每当我们的身体或思想状态改变时, 无论这种改变是向上提升或向下坠落, 是朝着正面或负面的思想意识而改变, 都会增加我们神经系统的负荷, 尤其是骤然的, 爆发性的改变, 不只是哀伤的打击, 即使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惊喜, 都会增加神经系统的负荷量, 伯纳, 由此可以理解, 何以当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 或与我们的频率不同的环境中时, 我们会感到极端的疲惫或生病, 蒂娜, 当这些频率的差距过高时, 她的伤害力是极其强大的, 往往使神经系统产生一些其他的疾病, 这也解释了为何一些敏锐度较高的人, 在某种环境中, 会莫名其妙地生病, 伯纳, 这也解释她为什么会对灵媒产生伤害, 使他们失去自身的人格特质, 这样看来灵媒一接收各种不同的频率, 又无法消化或吸收, 就很容易造成紊乱, 那灵媒的言论不就也变得不可靠, 而没有自主性吗? 蒂娜, 的确是, 我看到许多灵媒最终在悲剧中度过他们的一生, 很多灵媒到后来成为一些无形力量的傀儡, 因为要做一个灵媒, 便必须放下自主的能力, 放下对外来疲律的抗拒力, 往往在种种影像中, 自己也变得混淆不清, 最后被人认为是一个虚实道明的说谎者, 这是因为要通灵, 他们就必须放下自己的思想意识, 因而逐渐失去他们自身的意志力, 最终只能做一些七十二猜测, 而猜测就会有准确与不准确的时候, 伯娜, 但是我碰过一些灵媒宣称自己不受别人影响, 因此不会感到疲倦, 而且他们似乎越说越起劲, 蒂娜, 这种情况大多是因为他们所通出来的讯息, 不是来自被解读者的思想意识, 而是出自他们自己内在意识的投射, 或是出自他们敏锐的观察力, 甚至是出自他们对别人的窥视, 伯娜, 我想滥用通灵能力, 或给了他人错误的讯息, 将会在自己身上制造许多因果业力的, 蒂娜, 这是必然的, 伯娜, 看来成为灵媒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没有我想象的好玩, 如果我感到自己神经兮兮的, 好像预知很多事情, 或者知道很多别人的事情时, 是否代表通灵的前兆呢? 蒂娜, 南淮景老师常说神通与神经是兄弟, 两者真的是一线之隔, 我见过许多自称通灵的人, 事实上是有轻微精神症状的人, 他们就像你说的, 越说越有劲, 然而, 因为他们很聪明, 可以把话说得有条有理, 使得一般人觉察不出他们所说的话, 其实是似是而非, 因此, 我无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问题在于你知道别人的事情, 但对自己的真实本质, 甚至自己的宇宙在玩什么把戏都不知道, 你觉得这样的通灵有意义吗? 伯纳, 那我要如何善用自己的敏锐度呢? 蒂娜, 每个人与生俱来皆具有保护自己的本能, 这种本能使我们可以抵挡外来的思想频率, 因此在这阶段, 你可以把焦点放在关照自己, 而不是把力气用在窥视别人上, 利用你的敏锐度, 去感知, 接收自己内在此人的智慧, 发展出更高的觉知力与定力, 伯纳, 蒂娜, 七十三许多人为了名利, 华众取宠, 有人则只是为了好玩, 便停留在玩敏锐度, 玩灵通的阶段, 如此而误了自己的进展, 实在非常可惜, 蒂娜, 神通或通灵用的好, 是可以帮助别人的, 近代灵梅像早期的爱格卡西, 通塞斯的真, 罗伯特, 通其济客城的海伦, 舒曼, 都为我们带来许多宝贵的资料, 目前许多在世间的大师, 也以他们的通灵能力帮助别人, 他就像金钱与权力一样, 看你怎么用, 伯纳, 那么通灵能力是可以由自己决定要不要去使用, 以及要如何运用了, 蒂娜, 是的, 许多具有神通的修行人都是深藏不漏的, 无论任何情况, 都不让别人知道他们有这种能力, 我认为这才是真功夫, 也有人是在确定可以帮助别人时, 才偶尔用一下, 这也不简单了, 也有人尝试了一下, 发现不对劲, 很快便封闭或停止, 这也还算有点智慧, 如果想制止, 却制止不了, 那就要看医生了, 伯纳, 那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有了神通能力, 并确定不是精神症状时, 到底是要用还是不要用, 蒂娜, 如果你已修持到能清楚认知这股无形力量是什么, 并具有足够抵挡外来的影响力, 对人类自我中的心灵意识有全面的认知, 而且你也有着充分的体验, 很高的觉知, 与自我控制的能力, 最重要的是, 要对自己运用这能力的起心动念, 随时都能观察入微, 那你便会知道什么时候可用, 什么时候不可用了, 哈米吉多顿奥姆根善恶对绝伯纳, 光的课程有提到哈米吉多顿奥姆根之战, 我对它的象征意义仍不是很明白, 七十四圣经及死海滚动条说, 这是一场世界末日中光的子女与黑暗子女之间的战争, 基本上它有三场大战, 头三场是黑暗之子胜利, 接下来的三场是光之子的胜利, 第七场, 最后一场则需由光之子经历一段激烈的征战才能获得胜利, 当这场战争胜利之后, 地球会有一千年的昌盛与和平, 以象征的意义来说, 哈米吉多顿之战可以看成是一场人类思想一时的战争, 也就是一场较低自我与较高自我之间的战争, 基本上这是一场为了我们灵魂的存在与完美而进行的战争, 上师们以这名称来形容我们在灵与肉之间, 或者说在较高自我与较低自我之间的矛盾与挣扎, 伯纳, 所谓的光之子女是代表什么样的灵魂呢? 地纳, 这些灵魂直接来自其他次元, 很多灵魂投生在地球上的次数并不多, 因为它们已从其他次元中学习了许多课题, 并深植较高次元的实相, 在双鱼座时代及那之前的时代, 当它们选择投生地球时, 它们往往选择成为僧侣, 修女, 教士, 喇嘛, 瑜伽行者的角色, 主要是因为它们到地球上来是为了将光明的意识带给人类, 然而, 在宝瓶座时代, 这些光的子女以一般大众的角色出现, 置身于平凡的环境中, 因为这是宝瓶座纪元的计划, 它们大多生在中产阶级的家庭, 有些生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 这是为了使它们得以了解民间疾苦, 这些灵魂会投生在各种严格的宗教家庭中, 但随着思想的成熟, 它们会背离那些只有人为的制度与教条, 却没有精神实质的宗教或教会, 因为它们记起宇宙真理, 以及回到宇宙天赋的真正途径, 这些灵魂分散在各行各业中, 会个别的经历一些危机或苦难, 以便从中获得觉醒, 否则在它们人性自我的层面, 甚至灵魂层面, 都会因满足而代谢, 或沉醉在三度空间的幻象中, 危机与苦难使这些灵魂停止感官的享受, 并开始向内探索, 最终这些灵魂将把心灵的本质 落实在生活的每一层面, 但它们不是来创办新的宗教, 它们来是为了展现灵性真理, 为人类指出一条走出枷锁进入风足, 繁荣与和平的路, 伯纳, 那么不了解宇宙真理的人, 便是地球的原始灵魂吗? 蒂娜, 从所有的灵魂, 皆是造物主的受造物来说, 所有的灵魂都来自较高次元, 只是这些灵魂所经历的, 更多的是地球或其他类似地球这种有形世界, 它们喜欢物质世间的幻象, 又因为还没有学到光与爱, 而陷入在贪婪的欲望中, 已至必须一次一次的重返地球, 直到它们领悟为止, 目前地球上大约有90%是这样的灵魂, 但并不是说这样的灵魂, 存在的价值就低于对灵性有较高领悟的灵魂, 只能说每个灵魂所熟悉, 所能掌握的层面有所不同, 对造物主而言, 都是平等的, 都是尊贵的, 因此, 在较高层面中, 有一个唤醒这些灵魂的神圣计划, 而75这神圣计划, 又属于一个更伟大的神圣计划, 伯纳, 光之子在宝瓶座时代, 如何展开它们的使命, 地纳, 许多光之子, 已经觉醒, 也已经展开清理, 与进化所需的过程, 并重新学习一些被遗忘的宇宙真理, 它们因自身觉醒所展现的能量, 将引发长久陷入在三度空间幻境中的灵魂, 也开始觉醒, 并开始探索重破自由的模式, 无论它们所经历的是什么, 无论它们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当这些灵魂觉醒并转化之后, 它们也能成为光之子, 这便是光之子的使命, 也是宝瓶座纪元神圣计划中的一部分, 伯纳, 所以, 在觉醒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与抗争, 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中的善恶对决吗? 蒂娜, 是的, 即使是光之子, 由于长期受到地球物质层面上种种较低思想的影响, 往往失去对较高意识的记忆而不自知, 因此哈米吉多顿之战可以说是与自己身心内外的善念与恶念之间的对决, 伯纳, 我想我们早已向光觉醒, 并已展开清理与进化所需的过程, 面对黑暗时, 我们还是会有失败的时候吗? 蒂娜, 是的, 目前我们刚进入宝瓶座纪元, 并不是所有的光之子都已完全觉醒, 因此黑暗的势能仍极其强大, 所以光之子们必须互相提醒, 互相协助, 并唤醒其他的光之子, 以增强地球上光的势能。 伯纳, 没错, 我自己还是常常被浮现在我心头的负面思想与意念所困扰。 蒂娜, 在目前这进展的阶段中, 你能承认这一点就很不错了, 只要记得罗曼罗兰曾说过一句名言, 真正的光明, 不是永远没有黑暗的时候, 而是不被黑暗所淹没。 伯纳, 76 我们所处的银河星系, 漫旦九个次元之前那与地那原地,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 有些篇幅将因运光的课程的最后一个集次天使集次的即将出版, 编辑部政策化更深入探索与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九个次元, 以及这些次元与我们之间如何互动, 为何息息相关? 这是因为尽管天使集次尚未出版, 我们实验性地让一部分朋友, 用我们尚未纠定的初稿, 进入天使集次的习修, 从他们的回馈中, 我们发现, 天使集次的教材一如前面的集次, 比较着重在引导我们进入内在天使次元的意识与能量的运作中, 虽然上师们相信, 光的能量中含融着宇宙的智能与讯息, 所有的人将在内在天使的引导中, 我们仍看到许多人对天使集次有着许多的疑惑与迷思, 因此, 我们希望从不同角度来破解或阐述一些许多人共有的不解之谜, 我们无法一一解答宇宙奥秘, 只能顺着我们意识的开展而逐步探索, 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在这原地所谈的数据是金科玉律, 或是绝对真理, 希望大家把这些数据当作是一种参考, 从中独立思考, 汲取, 开心你们可以吸收, 可以成为自己心灵成长之养料的部分, 放下那些你们尚未能消化与吸收或不能认同或的部分, 毕竟在喜悦中成长才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所处的银河星系第一次元与第二次元博纳, 我有许多学习光的课程的朋友, 都问过我光的课程系列5, 也就是天使集次何时出版, 蒂娜, 初稿很早就已经出来了, 只是尚未修订到可以出版的程度, 现在编辑部正在加速修订工作, 应很快就会完成, 事实上, 我认为大家应把前面的系列多修个一两次, 再进入天使集次会比较好, 伯纳, 大家急于进入天使集次, 可能是因为大多数的人认为较高次元比较低次元好, 所以想尽快脱离较低次元, 进入较高次元, 他们又听说天使们存在于第七与第八次元, 因此就认为进入天使集次就可以进入天使集次, 第七次元或第八次元, 真的是这样的吗? 蒂娜, 没错, 天使集次的确是要带领我们的意识进入较高次元没错, 但认为较高次元比较低次元好, 或以为修了天使集次, 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脱离脱离第三次元的想法, 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伯纳, 七十七这种想法是否会使我们无法从我们在三度空间所经历的事物中, 体会出自己在这世间上所要学习与进展的事物? 蒂娜, 没错, 我们所置身的银河星系, 也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一银河星系的宇宙, 是一个包含着十个次元的智慧体系, 与我们相关的一切事物都在九个次元中, 相互交错地表达着我们这个银河星系中的一切, 因此我们自身便具备了九个次元中的一切元素, 一切智能。 伯纳, 看来, 光个课程的设计就是要帮助我们重新恢复, 对九个次元的认知与应用, 但上师们不与我们谈这些宇宙科学之识, 也因此使很多人对行星疾似及天使疾似, 产生很多迷思与疑惑。 蒂娜, 我们说过, 上师们要我们先清理, 净化我们的四个较低体系, 才能具有领悟较高次元的能力。 而这只有踏实的在光的能量中运作才能完成, 我们在智慧没有开之前, 都会被许多事物所障碍, 给我们讲再多的理论, 也无法使我们理解这些宇宙科学之识。 伯纳, 说的也是, 光是系列一的初级教材, 就令许多人感到它很庞大, 很复杂, 摸不着头绪, 捉不到重点, 这之中不乏学历很高的人呢。 然而, 能坚持下去的人都说, 修到第二集次再回头看第一集次时, 就觉得非常清楚, 即便是内容也很清楚, 以此类推, 只要继续往下面的集次走, 再回头看前面的集次, 便能有更清晰的领悟。 地纳, 这是因为在能量的运作中, 内在的意识与智慧正逐步打开之故, 而心灵的提升更多的是要靠内在的悟性, 而不是靠知识。 伯纳, 但对知识分子来说, 还是希望了解宇宙的运作, 只是以目前在学科界所发展的程度, 不能满足我们内在对宇宙真知的渴望, 因此我们会向玄学探索, 我知道, 你也在探索宇宙的各个次元, 何不让我们也知道一些你对宇宙各次元的认知呢? 蒂娜, 好啊, 但我所谈的只是一些我细胞记忆所能认同的事物, 是我个人的认知, 七十八说不定, 它也唤醒我的细胞记忆, 我相信唤醒我细胞里对整个银核心系的记忆, 将使我的心识更能与光共同运作, 从而进入进展的新阶段, 蒂娜, 看来这几年在光中的运作, 已使你达到进展的另一阶段, 促使你探索自身内在的所有次元, 在我们谈较高次元之前, 我们还是需要从第一次元开始, 一个次元, 一个次元的谈上去, 否则一开始就谈那些高次元的事物, 就像把梯子架在半空中, 你还是攀不上去, 伯纳, 恩, 我们一直都是一心想往着进入更高次元, 从来没想过第一次元与第二次元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蒂娜, 关系大着呢, 所有次元之间的相互关系, 比你所能想象的还密切, 除非我们完整的融合所有次元, 不然我们的心识无法有真正的整合, 我们将永远置身在二元性的事物中, 伯纳, 那么赶快告诉我, 第一次元, Fost Dimension是什么吧, 蒂娜, 第一次元是我们通往其他所有次元的基点, 第一次元是地球的核心, 它在地球诞生时便已具有智能系统Intelligence System, 它有一个被称之为中枢核心晶体, Central Core Crystal的设置, 具备一道由着核心晶体与我们银核心系中的, 其他九个次元沟通的光纤, 它使万物和谐有序, 它的地心引力是我们得以落实的生存在第三度空间, 伯纳, 哇, 那第二次元是什么呢, Sedded Dimension, 蒂娜, 在第一次元之上, 地壳表面之下的, 就是第二次元, 地球上的一切元素的形成, 都是起始于这一次元, 伯纳, 依上师们在光的课程中的教导, 让我们把身心上的杂质以黑色之光, 由脚底射入地心, 是射入这一次元中咯, 这样不是把这第二次元给污染了吗? 地纳, 79, 我们所释放的一切负面事物, 进入第二次元便成为, 也炼成物质元素的原料, 当地球进入宝瓶纪元时便是进入光的纪元, 在这光的纪元中, 一切负面的事物必须让它回到第二次元中, 在光的纪元中, 地球吸收着极其巨大的光芒, 因此, 这些负面元素不仅必须, 也是极其乐意回到暗处, 第二次元具有将它们成为冶炼, 成为提供往后生, 存在第三次元的存在所需之物质的功能, 伯纳, 这么说, 我们在第三次元所用的这些丰富的资源, 都是在第二次元中冶炼之后, 提供给我们的, 地纳, 是的, 当这些元素被冶炼成为物质之后, 便会逐步凝固稳定下来, 最终成为物质元素, 供第三次元的生命使用, 但生存在第三次元的我们, 也必须爱惜爱惜地球所提供的一切, 否则便会造成巨大的不平衡, 伯纳, 这么说来, 我们经由光的运作, 把我们身心所排出的杂质射入地心, 对我们, 对地球都是一件好事了, 地纳, 不仅仅是一件好事而已, 清理与进化已成为人类在这光的纪元中的当务之极, 我不想在此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 何况很多人已从许多其他数据中了解其中的重要性, 以及忽略这重要性的后果, 我也就不需在此重复了, 伯纳, 这么说, 各门各派的气功主要也是在进化身体, 很多是以战春, 接天气, 接地气, 把浊气由脚底的涌全学排到地心等为基本功, 似乎极有道理, 只是这些先祖们何以知道这些道理呢? 地纳, 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人类自身的细胞意识便拥有对整个宇宙间的相互关系的记忆, 有些人自然知道自己与各次元之间的关系, 而创以各种连接的方式, 较高次元的上师们也是为了让我们打开这种连接, 而设计这课程, 但是, 请注意, 与其他次元连接, 是要我们与地球一起成长, 一起进入光的纪元, 并不是要我们厌恶地球上的一切事物, 把它当成一个要尽快脱离的恐怖星球, 伯纳, 八十原来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是这么丰富, 美丽, 我深爱着这美丽的球星的, 我想我们的肉体生命所生活地方, 便是第三次元, 这是我们精炼我们心灵意识的地方, 只有与它和谐共处, 我们的身体与灵魂才能获得滋养, 地纳, 关键在于我们必须先在第三次元中圆满一切, 了结一切因果之后, 才有可能进入下一进展阶段, 伯纳, 这时我想起智慧的河流中有一篇描述一位流浪者, 要进入一座城府时, 向守城人打听那是一个怎样的城府, 守城人反问他来自怎样的城府, 当那位流浪者说他的家乡, 是一个糟透了的烂地方时, 守城人告诉他那个城府和他的家乡没两样, 那位流浪者便掉头而去, 过了些时候, 当另一个要进城的人问同样的问题时, 守城人也是一样的反他来自怎样的地方, 他回答说, 是一个好可爱的地方, 他是因工作关系而必须搬过来的, 守城人告诉他说, 他将发现这个城府也是一模一样, 于是那人便高高兴兴的进城去了, 地纳, 是的, 这故事不仅让我们理解积极思想的力量, 他也阐述了, 如果我们不能在第三次元达到人满, 我们无法进入任何其他次元, 因为我们的意识与能量使我们无法进入, 伯纳, 或者说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跳开, 结果还是会在其他环境中陷入同样的情境, 地纳, 然而, 你是否注意到, 无论是你自己或周围的人, 当心灵意识向更高的意识层面提升与转化时, 外在环境便会自然而然的有所改变, 伯纳, 哈哈, 现在, 我对于习修光的课程有更多的了解了, 我们所处的银河星系第三次元与第四次元伯纳, 第三次元是我们所存在的空间, 然而, 这一空间似乎是包罗万象, 我们能给它一个界定吗? 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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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一它是一个存在于地球上, 一个线性的时间与空间, 因为在这一度空间中的一切事物, 皆与我们这一银河星系中所有其他次元不断地互动着, 因此这一次元的种种, 在我们谈论其他次元时, 自然会从不同角度来谈论它, 伯纳, 那么第四次元是一个怎样的次元呢? 地纳, 第四次元是一个非物质体的次元, 其意识的运作仍然是二元性的, 与第三次元的互动最为紧密, 第三次元中许多物质显向的原型, 是在这一次元中开始成型的, 伯纳, 这怎么说? 地纳, 由地球所散发出的感觉, 梦想, 梦境, 由各个星球, 各较高次元所放射的思想, 智慧都会聚在这次元中, 并在这第四次元中形成各种思想, 行为模式, 第三次元的人类受这些意识与能量的驱动, 而进行各种活动, 伯纳, 那我们不是成为第四次元的傀儡了吗? 地纳, 如果我们没有向内在较高自信觉醒, 便无法理解我们与其他次元之间的运作机制, 也无法随时保持在光的觉知中, 那么我们确实是很可能受到一些无形的思想情绪所牵动而不自知, 伯纳, 这么说来, 我们好像被第四次元的天罗地网给罩住, 真是太可怕了, 除了一步一步的在光的课程中相较高自信觉醒之外, 还有其他可以了解自己受到什么样的, 来自其他次元或星球之能量的影响吗? 伯纳, 八十二了解我们这银河星系中各个行星的本质, 与它们对我们的影响, 多少可以理解我们在第三次元中所经验的一些情绪感受? 伯纳, 感受有那么重要吗? 我从小所学的是要压抑自己的情绪感受, 这样才是好孩子。 蒂娜, 你没发现你现在正不惜毁灭自己的过去形象, 并以各种方式来发现吗? 情绪感受的力量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 这种无形之波的阵幅, 贯穿在整个宇宙的九个次元中, 而每个次元也都与它的阵幅产生互动, 情绪感受可以制造许多令人抵挡不住的硬祸力量, 它可以使你沉迷在邪恶的创造中, 也可以丰富你的心灵, 让你在光的次元中飞舞翱翔。 伯纳, 其实, 我已知道治愈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我会持续地走在光中。 你说, 了解我们这银河星系中各个行星的本质, 与它们对我们的影响, 多少可以理解我们在第三次元中所经验的一些情绪感受? 难道说, 我还得去研究占星术吗? 蒂娜, 研究星象并不表示要成为江湖术士, 那是另一回事。 星象学使你了解在物幻星移的宇宙中, 人是如何的在不自觉中受着无形力量的影响, 使你了解自己在什么样的情绪感受中, 透过自我的观察及对星剧影响的了解, 你便能看到自己应如何转化对事物的观点, 从而改变由自己情绪, 感受所创造的生命。 博纳, 事实上, 在光的课程的学习中, 我已逐渐地比较清楚自己的思想意识或情绪感受, 只是常常一步小心, 就糊里糊涂地被就有模式镇上主导地位, 在冥冥中被一股无法抗拒的业力牵动着。 地纳, 功力是要行绪渐进增长的, 值得改变来自量的累积。 当你在光中的运作达到一定程度时, 储存在细胞里的记忆与习气, 便能达到更新与转化。 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借助光的能量来使力, 会轻松许多, 我看到你许多原先较为粗糙的思想与行为模式已有所转化, 现在你所清理的是一些更微细的思想意识, 也就是说你的意识与能量将在更精细的精炼中, 获得更多的提升与转化。 伯纳, 八十三招这样看来, 还是那句老话, 修行要能默默耕耘才是, 我们所处的银河心系第五次元第十次元伯纳, 你漫条丝里的一个次元一个次元的谈, 急死我了, 是否先把每一次元的概要先告诉我一些, 让我对我们所存在的这一银河心系或这一个宇宙, 有一个粗浅的概念之后, 我们再回头续说每一次元的元素本质以及与我们之间的关系。 蒂娜, 也好, 因为每一个次元都是相互交织而息息相关的, 你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之后, 也比较容易了解其中的奥妙, 伯纳, 那么第五次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元呢? 蒂娜, 第五次元指一流种频率, 那就是爱的频率, 卯素星团处在这一次元中, 他们不断地向整个宇宙释放爱的频率。 伯纳, 卯素星团, 在边缘外那本书里, 沙利·麦克林提到来自卯素星团的讯息, 很有意思, 只是那本书似乎是绝版了。 蒂娜, 已绝版很久了, 书中沙利·麦克林所谈的一些事物, 对新时代的人而言, 已是一些基本常识了, 所以, 我们也就不想再去出版它。 伯纳, 但是对没有看过的人, 还是蛮有趣的, 何况我们现在又提到卯素星团。 蒂娜, 我们可以考虑将它登到网站上。 八十四那么第六次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元呢? 蒂娜, 第六次元是光的存在体, 第三次元的物质体是这些光体所投射出来的。 伯纳, 你是说所有的物质体都来自于这一次元的思想理念。 蒂娜, 在这一次元中的思想意识先形成几何形体, 再投射到第三次元的物质世界中, 成为物质形体。 这一次元是在天狼星团的引导中。 伯纳, 对我来说, 开始有点玄秘了。 那么第七次元是什么样的次元呢? 蒂娜, 第七次元是传递纯净思想, 讯息的区域, 对地球而言, 这是一个传递光的宇宙讯息的高速网络, 是整个银河星系的沟通系统。 伯纳, 那么谁在掌管这一次元的系统运作呢? 蒂娜, 仙女座星系, Enromant Galaxy。 伯纳, 越来越像是进入科幻小说了。 当我们深入时一定很有趣, 现在先告诉我第八次元, 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元吧? 蒂娜, 第八次元被称之为银河星系联邦政府Galactic Federation。 伯纳, 像英国联邦, 美国联邦共和国那样, 那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蒂娜, 85 它是将宇宙智慧提供给地球的一个结构组织。 伯纳, 有那个星系掌管呢? 蒂娜, 猎户星座Orion是这一次元的管理者。 伯纳, 那第九次元又是什么样的次元呢? 蒂娜, 第九次元是一个统合有各种微细频率, Set of frequencies所交织而成之种种实相的区域。 伯纳, 微细频率是什么? 蒂娜, 是指非物质体的频率, 因为它的频率没有物质体那么稠密, 那么沉重, 所以说它是微细频率。 伯纳, 那么简单的说, 微细频率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界, 灵性世界的频率了。 蒂娜, 可以这么说, 这一次元是储存所有与地球相关数据的图书馆, 是这一银和星系的政务中心。 伯纳, 是我们这一银和星系, 这一宇宙的总统府吗? 八十六蒂娜, 你真会比喻, 应该可以这么说吧。 伯纳, 那么谁是这总统府里的执行长呢? 蒂娜, 是由以诺天使圣团, Initians。 伯纳, 这与那本以诺之书, The Key C-Fanbuck有关吗? 蒂娜, 这本书透露了来自以诺圣团的讯息。 伯纳, 你好像也曾介绍过这本书。 蒂娜, 重要的经典我们都会尽可能的介绍给大家。 伯纳, 可惜我的智慧还没开到阅读那本书的程度。 现在我最好奇的是九次元之外是什么? 蒂娜, 是一个维持整个银和星系的九歌词元有序运作的垂直轴心。 伯纳, 现在我终于可以回头与你漫谈九个次元的冶恋了。 漫谈宇宙次元漫谈宇宙次元一伯纳, 伯纳, 八十七理解了每个次元的概要之后, 我终于觉得可以与你从各个角度谈谈我们所处的这一银和星系中的各个次元了。 还是让我们从第一次元的地心引力说起, 它的作用只限于使我们可以不随风飘荡而已吗? 蒂娜, 不仅如此, 它是衔接九个次元之间相互沟通的起始点, 也是进入其他次元的起始点。 由这一次元开始, 地球的能量进入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身体内形成各种不同的元素, 使我们得以在地球上表达我们整个存在的思想意识。 伯纳, 看来除了与这一次元连接也是必要的, 如何与它连接呢? 蒂娜, 你可以在走路时感受自己正与第一次元中枢和星晶体中的智能体系的能量连接。 伯纳, 第二次元像是一个充满宝石的世界, 我听说不同的宝石有不同的作用。 蒂娜, 这些宝石处在第二次元中时确实有它们的生命意识与作用。 它们的几何晶体与第六次元光的几何晶体相互辉映。 对任何一个次元来说, 启动的能量来自在它之下的次元。 因此, 对我们第三次元的生命来说, 第二次元是启动我们能量的源头。 伯纳, 难怪大家要疯狂地购买各种水晶, 各种宝石。 现在很多人家里放满了宝石, 大有以宝石取代财神的趋势。 蒂娜, 事实上, 处在第二次元中的矿石, 富有于整个这一银核心系的所有次元共同运作的使命。 但是当它们受到干扰, 被挖掘, 被劈开, 被切割时, 一样是在破坏它们的生态。 同时, 离开了它们的根, 它们就像被剪下来的花, 被砍下来的树一样了。 它们也是整个宇宙生态中的一环, 被破坏。 先移之后, 它们的能量会逐渐枯萎, 除非你能与它们共振, 它们也同意与你的真实意愿共同运作。 八十八也就是说, 不一定要把这些矿石占为私有, 只要能运用我们的心灵意识与二次元中的一切元素融合, 与它们共和谐的共振, 将更有益于我们自己及整个宇宙。 是这样吗? 蒂娜, 是的, 对一个已进展成为次元的宇宙公民的人来说, 确实是如此, 我们要从宇宙整体的角度来思考, 因为虽然每一个次元有它自己的独立性与特质, 但都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 每个次元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密切, 尤其是与相邻次元之间的关系更是直接。 伯纳, 相邻的次元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蒂娜, 我们刚才说过, 启动任何一个次元的能量来自在它之下的次元, 而提升任何一个次元之频率的是在它之上的那一个次元。 我们与第二次元的共振, 使我们得以启动身体在第三度空间的运作, 我们与第四次元的共振, 使我们打开进入其他次元的入口。 伯纳, 这是不是就像我们必须要协会敦听木林, 才能有扩展的人际关系? 蒂娜, 是的, 我们必须要能与大地之母所蕴含的一切事物和协公处, 要能觉知, 掌握自己的感受, 才能理解其他那些更细微频率的次元, 也就是更高次元。 伯纳, 光的课程系列 一,就是在培养我们这些能力, 让我们既能觉知自己的身体, 是灵魂在三度空间的载体。 进一步理解, 尽管身, 心, 灵是一个整体, 我们的心灵可以不受较低, 较稠密的物质体及思想意识所束缚。 地纳, 一旦你能在有一具身体的物质层面上达到心灵的自由, 你便能创造你所要的实项。 创造, 是我们在第三次元所要学习的事项之一, 要达到这点, 你必须要尊重第一与第二次元的力量, 也就是尊重大地之母的巨大力量, 与这二个次元和协共生。 伯纳, 恩, 我已看到对大地与取于求, 在它的土地上残害生命, 破坏生态, 为人类所带来的各89种灾难, 问题是在三度空间的人类要如何自处? 地纳, 我们在这一次元需要学习, 体验与领悟许多事物。 简单地说, 我们需要开启较高的智慧, 我们刚才谈到, 提升任何一个次元之频率的, 是在它之上的那一个次元。 伯纳, 也就是我们与第四次元的共振, 会使我们打开进入其他次元的入口。 地纳, 透过第四次元, 你可以感受到来自其他次元的智慧。 当你以纯净的心活在当下时, 你将受到启发而创造, 这时第四次元的天棚便会打开, 所有较高次元的频率将与你的各存在和谐共振。 伯纳, 第四次元是一个天棚, 一个罩子, 把我们盖在它的下面。 地纳, 第四次元是一个最难以形容, 难以说清的次元。 它是一个人类意识通往其他次元的关口, Poto。 它是一个天五次元以上, 第三次元以下交接的次元。 所有人类所制造的负面势能, 负在思想意识都被照在这次元中, 由于我们受这次元的影响最大, 如果我们不超越这一次元, 不与较高次元连接, 我们便一直在群体负面意识的影响中反复辗转。 伯纳, 因此, 五度空间的存在们为了帮助我们打开这一天棚盖而设计了耳光的课程吗? 帝纳, 是的, 为了让我们的心灵意识以一个存在于地球的宇宙公民的身份, 在所有次元中来去自如。 伯纳, 我想不会有人以为修了天使集赐, 自己的身体就可以成为天使体, 在天上飞来飞去吧。 帝纳, 虽然我们不会像传说中的巴仙那样, 直接以身体飘扬过海那样, 但你不觉得你的意识扩勃呢? 九十斩之后, 你的工作不仅顿时柳暗花明, 豁然开朗, 你的生活也从井底挖的范畴, 扩展到世界性的格局了吗? 勃纳, 确实是如此。 过些时候, 我将在地球的另一角落 与大家一起继续探讨各个次元的冶炼, 漫谈宇宙次元二伯纳, 既然所有的次元, 都与我们的内在相互辉映, 那么第五次元是如何与我们对应与互动呢? 第那, 这一次元对应的是我们的心, heart, 如果我们随时在光中, 觉知自己各个体系对一切事物的反应, 第五次元中爱的能量, 自然源源不断地注入在我们的体系中, 使我们有充沛的精力, 把爱提供给我们的世界。 勃纳, 那么这世界变成为爱的世界, 好像过于乌托邦了吧。 第那, 宇宙所设置的蓝图是这样的样本, 而我相信在宇宙中确实有这样的世界, 三千年前佛陀便在各种经典中阐述这些世界, 只是人类没有遵照这样本, 没有依自身灵魂完美的蓝图去创造, 而依小我所图改的剧本去制造荒诞不经的泡沫剧, 所以我们才会反过来, 把一些乌七八糟的现象, 当成真实世界, 把宇宙中其他那些完美的世界, 当成子虚乌有的世界。 勃纳, 看来是我们这些不相信有理想世界的人, 使我们的地球无法进展, 真是惭愧。 这么说来, 在光的课程中, 上师们一再引导我们观想一切事物都在光的完美中, 是有道理的。 第那, 是的, 保持在光中的视野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心是真挚地热爱地球, 热爱宇宙生命, 你的心灵确实完全地沉浸在那庄严, 神圣, 完美的空间里, 你就是在一种明心进性的状态中, 因为庄严, 神圣, 完美的五度空间, 是我们这一宇宙所有次元的中心点, 是通往所有次元的中土岛。 伯纳, 九一年是说, 只要我们的身心保持在安详与觉知中, 落实地安住在当下的时刻中, 与地球的中心点连接, 五度空间的能量, 便会透过四度空间注入我们, 而这股能量, 又将我们提升到与其他的次元融合的状态中。 第那, 我们越是能在落实地球层面的同时, 以敞开的心灵向较高次元的智慧与能量打开, 较高次元的精细频率便越能与我们融合。 伯纳, 上次谈到在第六次元中, 一些思想意识会先形成几何形体, 在投射到第三次元的物质世界中, 成为物质显像。 这些概念让我觉得很玄, 因为我无法理解它的运作方式。 第那, 我们心实里的一切思想意念, 先在第六次元中形成几何体的基层。 当你对某种理想具有崇高的憧憬与渴望时, 它的频率便开始震动, 产生创造的能量, 使这些事物同时在三度空间具体显现。 伯纳, 为何是几何体? 第那, 几何体是一切事物的母体matrix。 它的原理在古埃及的文明中, 有一些记载, 大约在公元前六千年, 天狼星团的存在们曾降临地球, 在现在的埃及那一地带, 建立了庄严, 宏伟的庙宇与城市, 启动了尼罗河漩涡的力量。 他们也在爱琴海一带建立启动能量的建筑结构。 伯纳, 他们所建立的庙宇是什么教派呢? 第那, 他们并未成立宗教, 宗教是建立在人类思想意识与行为上的事物。 相对于卯素星团的工作是开启人类的心轮, 天狼星团的工作是开发人类的脑意识, 促进人脑有更高的进展。 天狼星团的存在们降临地球后, 在庙宇中所教导的是一些有关宇宙原理, 宇宙法则的知识。 体和原理是当时进入庙宇的学生们, 要入门成为祭司之前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 可见它是很重要的一环。 博纳, 九十二在光的课程中, 上师们也教我们用光的金字塔的几何架构来运作。 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能找到有关资料吗? 对那, 我看过一些相关数据, 仅能粗略地明白一些大概, 现在我们也一时无法谈到那么深。 如果你有兴趣, 也觉得自己可以消化与吸收这些神秘事物, 等我们以后有机会时再针对这一点来探讨。 博纳, 是的, 我还需要做些准备, 可能要等我的心灵意识更扩展, 智慧更进一步打开时, 我才有可能理解这些教导。 现在对我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放下对这些较高次元几何原理的好奇, 进入上师们在光的课程的行星系列中所交给我们的光的几何架构中运作。 等我具备了理解这些更高宇宇宙原理的智能之后再说, 现在, 还是让我们回到刚才所谈的吧。 帝纳, 刚才谈到那里呢? 博纳, 刚才那句, 当你对某种理想具有崇高的憧憬与渴望时, 它的频率便开始振动, 产生创造的能量, 使这些事物同时在三度空间具体显现, 好像崇高的憧憬与渴望才是创造的先决条件。 帝纳, 较低的思想意识也能制造许多较低层面的因果, 较低思想意识的频率, 只能存在于四度空间以下, 在三度空间里显现, 因此, 那些不属于较高次元的思想意识, 只是人类在梦境中的幻想, 所以, 较高次元无法与较低次元中自我的欲望共同创造。 博纳, 那么, 什么是较高次元所能共同创造的呢? 帝纳, 创造指的是有益于人类, 建设性的, 使人类从束缚中解脱, 可以提升人类心灵与社会进展的活动, 要在权力斗争中满足较低自我需求的行为, 则属人类较低自我的制造, 九十三要在这高度竞争的社会形态达到真正的创造, 实在太难了, 因为社会鼓励竞争, 帝纳, 如果你相信自己独领风骚才适应, 别人则不是有便是敌, 你必然会陷入在激烈的竞争中, 我看到的是社会上许多人提倡双赢, 共生, 团队精神, 我相信最终是具有这些理念, 真正在努力实践的人能实现完美的创造, 伯纳,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清楚残留在我脑海中的负面影像, 帝纳, 我们常常在不自觉中, 麻木地跟着群众思想一时漂流, 或是被旧有模式牵着走, 伯纳, 我仍得加油, 继续培养自己的觉知力了, 上次谈到, 第七次元是传递纯净思想与讯息的区域, 对地球而言, 这是一个传递光的宇宙讯息的高速网络, 是整个银河星系的沟通系统, 我有点似懂非懂, 帝纳, 第七次元的功能, 是帮助我们这银河整个宇宙星系灵性的提升与进展, 它是一个光的高速网络, 具有传送整个银河星系信息的功能, 光的讯息经由脉动, 由这高速网络传递到各个星球上, 那些处在光带Fortumbens中的星球, 变螺旋式的将这些讯息的发送给临近的, 处在银河黑夜期, Galactic Night的星球, 伯纳, 你是说所有的星球, 因为是在轨道中运行之故, 也像地球一样, 有进入白昼的时候, 也有进入黑夜的时候, 地那, 是的, 只是银河轨道是巨大的, 在银河星系中运行, 以地球的时间来算, 非常非常的长, 而且是夜长昼短, 黑夜昔多于白昼昔, 当它进入黑夜昔时, 可谓是漫漫长夜, 然而, 一旦进入白昼期, 就是进入光带,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光的纪元, 在银河轨道中运行着的地球, 在经历了漫长的黑夜之后, 终于进入黎明的曙光, 万物开始更新与成长, 因此, 我们也称之为新时代, Nuid, 地球在银河星系这一次的循环中, 进入光带的时间, 正好是宝瓶座纪元, 所以, 我们说进入宝瓶座纪元, 便是进入光的纪元, 许多原本在黑夜期中可以隐藏, 可以生存的事物, 在进入伯纳, 九十次光的纪元之后, 便无法逃顿, 伯纳, 所以在我们之内的黑暗思想与意识, 也必须转化, 否则我们便无法安然地处在光的纪元中, 光的课程就是在教导我们心理转化这些黑暗事物, 使我们得以利用地球进入光的纪元期间, 加速进展, 地纳, 第七次元的存在们透过光的网络, 仍然可以了解处在银河黑夜时期中, 其他星球的处境, 但是处在黑夜时期中的星球, 则无法像进入白昼时期的星球那样, 可以大量的汲取光的智慧, 伯纳, 就像是在睡眠中, 我们的活动进入缓慢, 几乎是停滞的状态一样, 那么进入光带中的地球, 有什么特质呢? 地纳, 这个时期的地球将接收大量的光的能量, 产生巨大的清理与进化情绪感受体的作用, 使地球的频率不再那么浓重, 稠密, 并向多次元的宇宙觉醒, 伯纳, 看来是地球脱离黑暗, 进入一个更新的时代呢, 生在这样的时代, 好像责任重大呢? 地纳, 不需要想太多, 只要持续走在光中, 并时刻保持觉知就行了, 慢弹宇宙次元3, 伯纳, 你说第八次元是一个将宇宙智能, 提供给地球的结构组织, 它要如何把宇宙智慧提供给地球呢? 地纳, 这次元是一个充满光与生命智能的网络, 透过传递纯净的思想与讯息, 引导在它之下的每一个次元维持生命的质量, 95在它之下的每一个次元, 根据佛陀的说法, 那可是像恒河的沙一般多的世界呢? 地纳, 猎户星系是一个巨大的星环, 随时观察在它之下每一个次元, 每一颗星星的运行, 而在它之下的任何一个存在, 只要热爱宇宙生命, 热爱宇宙真理, 都可以成为这一次元的一部分, 伯纳, 没那么简单吧? 我热爱生命, 热爱真理, 怎么就无法进入这网络, 取得宇宙智能呢? 地纳, 热爱宇宙生命指的是,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干扰其他次元, 其他的存在, 你能说你已达到不带给任何人任何困扰的境界了吗? 伯纳, 我, 那我还差得很远呢? 地纳, 这种能力需要在不同的次元中, 经历许多生之后, 有了丰富的生命阅历, 才得以培养出来的, 一般来说, 这种质量通常在经历许多善, 恶两极生命的千锤百炼中磨炼出来的, 它是一种心灵的爱, 像耶稣基督以及他的门徒那样, 置身在纯然的爱中, 即使是面对邪恶的人群, 心中的那股爱仍然不变, 伯纳, 爱, 我是人家骂我几句我就恨死了, 更不要说当别人冤枉我时, 便恨不得那个人下地狱去, 地纳, 所以我们都还得在第三次元中继续学习与磨炼, 目前地球人口大爆满, 因为我们银河星系中许多其他星球的灵魂, 都到这里来学习, 因为这段时间地球是学习与体验邪恶两极, 学习识别的训练营, 伯纳, 你是说我们地球上有许多外星来的留学生, 像我的继母是外星人那部电影中的女主角一样, 难怪有许多女孩子长得真的是像天人般的美丽, 尽管她们看都不看我一眼, 但我还是希望她们不要去经历任何邪恶的事物, 地纳, 96真是怜香西域的贾宝玉, 放心好了, 在地球上这种训练营即将结束, 伯纳, 这种训练营还是关门大吉的好, 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地纳, 当所有地球人类看到不爱惜地球, 不珍惜地球资源, 不尊重宇宙生命所带来的后果, 愿意转变时, 这训练营自然会结束, 伯纳, 天啊, 这要到什么时候, 尚有许多人根本还没有这种爱惜地球资源, 尊重生命的理念, 地纳, 一杀一世界, 共业中有别业, 如果你选择与贪婪, 憎恨的人同流合污, 你的体验将会是世界末日或圣经启示录所描述的世界, 然而, 如果你自身先做到这点, 你就会生活在一个提升的, 较高灵性的世界, 伯纳, 但我希望我的家人, 朋友, 周围的人都能生活在一个提升的, 美好的世界中, 地纳, 那就送光给他们, 让较高次元的讯息引导他们, 还有, 不是所有的人在这地球上都得亲身经历邪恶, 有时是邪恶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周围, 也足以导致心灵的伤痛, 迫使他们从中去学习理解与宽恕, 并向光的更高次元觉醒, 伯纳, 是的, 我相信这一点, 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的现身说法, 关键在于这种时候, 要有人可以从旁支持与理解他们, 才能帮助他们走出惊吓, 彷徨与迷惘, 就像当时你有邪恋雨光的课程, 帮助你走出那段黑暗的历程一样, 蒂娜, 是啊, 所以你要做好准备, 成为执行任务的天使, 也许那一天正好需要你表演一场英雄又美的连续剧, 伯纳, 97N, 这倒是说服我好好修天使集赐的理由呢, 蒂娜, 如果单纯为了这个理由, 也还是出自你的Ego窝, 不过我知道你是在回我的玩笑, 你实在很幸运, 不必经历那些压倒性的伤痛, 便已向自信里的光及较高次元觉醒, 这将使你们省去许多弯路及不必要的学习课程, 伯纳, 说到像较高次元觉醒, 你说第九次元, 是一个统合有各种微细频率, Set of frequencies所交织而成之种种实相的区域, 是这一银和星系的政务中心, 那为什么不管管我们这个纷争多多的星球呢? 蒂娜, 地球是一个被赋予自由意志的实验室, 而地球做了在两极中学习, 以及要经历, 体验所有次元的选择, 每个灵魂都可以选择停留在四度空间以下的剧场中, 或选择回归较高次元, 因此, 它们不会干预我们的选择, 伯纳, 这样的话, 第九次元好像就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蒂娜, 不要忘了, 每个次元都与我们息息相关, 第九次元以永恒三摩地, 三味得的定径, 与来到这次元的存在们分享在这种境界中的感受, 它所散发的能量之波, 是一种核能般的巨大力量, 支撑着第八次元光的网络的运作, 伯纳, 我想起来了, 根据来自卯素星团的数据显示, 耶稣来自这一次元, 它的诞生, 是较高次元的能量, 以及基督意识得以穿越第四次元的天蓬进入地球, 这表示它们还是非常关爱地球的生命与进展, 只是它们以教导来带领我们, 而不是以管束来干扰们, 这是真正的爱与尊重, 蒂娜, 是的, 因为地球选择经历所有的次元, 因此, 人类自身便具备了九个次元的智慧, 然而, 当地球处于宇宙黑夜期的时候, 完全失去这种觉知, 因此它选择在双鱼座时代降生地球, 唤醒人们内在的基督自信, 为人类进入宝瓶座纪元, 也就是光的纪元做准备, 伯纳, 98可以谈谈, 为什么进入光的纪元, 要做一些特别的准备吗? 蒂娜, 因为在宇宙轨道中运行的地球, 在这一循环中, 走到宝瓶座纪元时, 便进入光带Fortenband, 而地球是如何在宇宙黑夜期 与光带之间运行, 这光带所带给地球的影响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地球及地球人类 要在这曙光中做好准备, 等种种的问题, 则又是另一个宇宙科学的探讨领域,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都做好进入这种探索的准备, 伯纳, 我得承认在这一连串的宇宙次元的探讨中, 有许多地方我确实是似懂非懂, 但对我来说, 还是比坐在那儿看一些 把我们当呆瓜的新闻媒体的报道, 无聊的电视节目或电影好一些, 何况在我们反复的探讨中, 有时候我们回头从不同的角度去谈时, 我常常会有恍然大悟的喜悦。 蒂娜, 是的, 有些新闻媒体的报道, 电视节目或电影, 常常让我感到人类的心智与人格被耍弄, 被贬低的沮丧, 但这是社会大多数人所要的, 他们才得以如此仓狂。 好在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 宣扬社会光明面的节目, 否则连我都不会相信, 我们真的处在新纪元的曙光中。 博娜, 我知道有一位在美国办儿童教育的老师, 要求她的学生家长不要让孩子们学期中看电视, 不知她是出于什么样的观点。 蒂娜, 有一段来自卯素星的讯息说, 许多电视节目不仅降低人的智慧, 也损害人的免疫系统, 你也是允许某些团体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 利用电视或新闻媒体操弄你的思想, 或因他们耸人听闻, 煽动性的言论而感到愤怒或恐惧, 你就越是会感到受到伤害, 无力与无助。 博娜, 我觉得最大的致命声势, 一旦被吸引, 不但自己的思想, 感觉被牵着走, 许多该做的事也不想去做了。 蒂娜, 那么就让我们关掉电视, 继续向多次元的宇宙探索吧。 蒂娜, 99漫谈宇宙次元四伯娜, 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说既然我们的自性是完整的, 为什么还要清理与进化? 他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清油光的课程来提升与转化,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完美的。 蒂娜, 我们灵魂的初始状态是清静完美的, 这一点是没错。 但是, 当一部分的我们决定体验地球的生命时, 在学习与体验的过程中, 我们扭曲了那人有的实相, 我们变得只知道有三度空间的存在, 对时间与空间的认知是直线性的, 而非全面的整体性, 我们生活在恐惧中, 失去了原有的和谐, 在恐惧中, 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不停地制造不平衡的因果, 致使我们身体的细胞也因不平衡而衰败, 因此我们的身心都需要治愈, 治愈指得适事调整, 恢复我们原有的平衡与完美。 伯纳, 既然破坏了, 又如何恢复呢? 恢复的方法又是怎样的呢? 第那, 人类细胞里的基因具有恒星作用, stelic contributions, 因此我们必须唤醒我们恒星细胞的机体, stellic cellulomatrix, 这种唤醒必须与星际宇宙的能量, 也就是光的能量共同运作, 才能产生作用。 同时我们也必须与宇宙其他次元互动, 才能获得真正的治愈。 伯纳, 在光的课程中, 上师们设计行星课程的目的, 是不是也是为了唤醒我们恒星细胞的机体, 带领我们进入多次元的宇宙呢? 第那, 行星课程教导我们如何与较高次元互动, 如何运用较高次元的能量来调整我们的细胞记忆, 开启内在心灵的较高智慧, 从中体悟自己生命的蓝图, 并获得实现这完美蓝图的指引, 使我们从心灵的领悟中获得实践的力量, 可以说正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伯纳, 心灵的领悟固然是最重要的, 它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作用, 超越了头脑里的知识。 然而, 我看到许多人尽管进入了行星课程, 往往无法在第一次的学习中, 便能领悟到宇宙意识, 仍然局限在三度空间直线性的思想意识, 使我们无论怎么做, 都会有所偏颇, 一百学习任何东西, 都要用新的反复体会, 才能熟练应用。 有人因一时未能领悟而不再向前迈进, 但也有很多人随着内在心灵的呼唤, 反复习修, 以信心与希望继续走下去, 终于在身心上获得调整, 在生活上达到自由与喜悦。 伯纳, 我觉得修光的课程却未能进入行星课程, 确实有入宝山而空归的感觉, 因为如果不进入宇宙意识, 我们的思想与心胸便无法扩展, 使自己的生命也陷入在停滞的状态中。 地纳, 进入千禧年之后, 地球进入光子带, Foot on Bend, 势必展开明显的两极分化。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另一角度来探索宇宙次元, 并传递一些较高次元的讯息, 希望大家能从一些基本概念中做出自己, 要朝那个方向前进的选择。 伯纳, 我们要在什么样的两极中做选择呢? 地纳, 一是选择清理, 去除与我们内在纯净本质无关的事物, 随着宇宙进展的律动而进展, 一是继续停留在一乱恍惚, 至最金尼, 色欲横流的污毒世界中打转。 伯纳, 我只知道地球进入宝瓶座纪元即是进入千禧年, 但我不知道进入宝瓶座纪元就是代表进入光的纪元, 也不知道进入光的纪元与地球人类的进展又有什么样的关联。 地纳, 所有的星球都在银河中运行着, 并经历不同的阶段而成长, 地球也不例外, 每隔二六, 000年, 我们的太阳系统进入光子代, 地球在这一循环中正好是在宝瓶座纪元的时期中进入光子代, 因此又称之为光的纪元, 星座的转移属于星象学的范畴, 博纳, 星象学与我们在宇宙中的进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地纳, 银河星系除了垂直的九个次元提供我们探讨一条探索的途径之外, 上楼平面的十二星座可以提供一些了解自身情况的信息, 我们称这些数据为星象学, 它解说地球如何在移转中近101入不同的情况与进展, 星象学可以说是星星的逻辑学, 以地球为中心的星象学, 可以说是一种为人类进展的时间与质量一码的工具, 譬如说, 第四次元是我们的情绪体质所在, 但影响我们情绪的是我们太阳系统中, 其他行星的圆形与散发的势能, 也就是说从星象学中, 我们可以理解到大致地球, 小致个人的进展在什么阶段, 伯纳, 这样看来, 学习星象学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它不应只停留在用来给自己或帮别人算个命的摘星术而已, 地纳, 正确地学习与运用, 逐步地与恒星在银河轨道的运行中融合, 可以使我们从中学习如何客观地掌握自己的情绪, 去侦测自己的行为, 去了解自己的梦境, 潜力以及灵性脉冲, 它使我们看到自己在生命剧场中所演出的过去, 现在, 未来的戏剧是如何的矫情与虚解, 它使卯素星团及马亚星用来协助我们反本归真的科学, 一旦我们熟练掌握自我观察, 或自我省思, 我们便能了解通往其他世界的通道, 就在这些感觉中, 博纳, 在这光的途径上走了这么一段时间下来, 我也开始能自我观察, 自我省思了, 我需要再去学习星象学吗? 地纳, 这是个人的选择, 灵修不是一定要先成为一个星象学家, 这是一门学问, 如果你没有时间再去研究, 只要时时保持觉知的在自我审视中, 并时常运用光的能量清理与进化自己, 可能的话, 在一年中的春分, 秋分, 新月及满月时加强静心影响即可, 事实上, 与恒星的运转周期同步调整是非常令人兴奋并极具创意的, 它对于启动我们的宇宙意识时很有帮助的, 伯纳, 看来地球在星际的运行中, 要进入光子带或光的纪元, 可不是常有的事, 才会被当作是一件大事来谈, 地纳, 在银河中运行的地球, 大部分的时间是处在银河飞夜溪, Galactic Night, 大约每隔26000年, 进入宝瓶座纪元时, 地球便开始进入光子带, 事实上, 地球只有在狮子座与宝瓶座时代才进入光子带, 其余的时间都在银河黑夜期, 许多在银河黑夜期可以隐藏的事物, 进入光子带之后, 便无藏身之地, 如果我们不能与光的频率, 光的思想意识, 光的较高智慧也就是宇宙智慧和谐共振, 无论是生活上, 身体上或精神上, 都很容易产生许多问题, 伯纳102宇宙智慧指的是什么呢? 地纳, 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 一种使宇宙亿万星球日以继夜, 永不止息地运转, 使万物在其中有序进展的智能, 伯纳, 我知道这智慧存在于我们的本质中, 只是它到底在那里, 地纳, 它就在我们的细胞记忆中, 记忆就像情绪一样, 你看不见它, 但它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情绪, 让它在我们的身心上产生前因后果, 我们也可以选择让不同的记忆, 去创造我们的生命, 当地球走在银河黑夜期时, 大部分的人的细胞记忆处在睡眠中, 这是人类处在累积经验, 从因果中学习的时期, 一旦进入光的纪元, 懂得运用光的是能进行清理与进化的人, 便比起黑暗时期的人类更容易从第三次元的梦境中觉醒, 从而结束在第三次元的因果的学习课程, 伯纳, 那么在两极分化中选择停留在巫毒世界中打转的人, 当地球进入五度空间时, 他们将会如何呢? 地纳, 每个存在将自然而然地置身在与自己灵魂意识相同的空间, 好斗, 贪婪的人, 将前往其他上在三度空间中进展的星球, 并置身在与自己意识相同的群体中, 伯纳, 看来这是在意识频率的运作中, 物以类聚的宇宙洒泽罗,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选择与多次元的存在们, 像天使圣团, 卯素星团, 天狼星团, 基督, 以诺圣团的灵性意识共同运作, 让这些意识贯穿在我们的所有体系中, 我们便可以与它们的融合, 进入它们所存在的意识层面, 地纳, 是的, 所以学习在这两极中做选择也是一种智慧呢? 漫谈宇宙次元五伯纳, 103上回, 我们谈到光子带, 我很好奇地球是何时进入光子带的? 地纳, 地球是在1987年春分时期, 3月16-23进入光子带, 并稳定的每年逐步进入, 许多其他的行星已进入光子带, 地球的整个轨道将在2012年冬至全面进入光子带, 2012年开始, 银河星系的频率将散布在整个银河中, 地球上任何具有智慧的生命都可以与这银河星系的频率共振, 9个次元中的每一个次元都开始与光子带融合, 那些无法与银河星系的频率共振的, 将无法在光子带中维持形体。 伯纳, 2012年, 那不是玛雅历法结束的一年吗? 我还以为玛雅人指的是地球将在那时候被毁灭呢? 地纳, 当地球与玛雅星一起进入光子带时, 将在卯素星团与天狼星团之间形成一种联盟, 这种联盟将创造种种新的可能性, 玛雅历只计算到2012年, 表示那一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以后是一个新循环的开始。 伯纳, 顾名思义, 光子带FotonBand指的是充满了光量子Foton的地带, 光量子是一种微波放射, 从微波炉的原理来说, 当我们全面进入光子带时, 我们不是要被光量子的微波所烹煮了吗? 地纳, 玛素星团告诉我们一个令人讶异的是, 他们说太阳具有调整光量子的功能, 他们说地球上一些臭氧曾被破坏, 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但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受到光量子的改变所致, 这样可以让太阳能量从南北极唤醒2D, 也就是第二次云的磁场伯纳, 博素星团也在光子带中吗? 地纳, 他们说104, 000年之前, 在银河的运行中, 他们经历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加速进展的状态, 所以他们现在以老大姐的身份来教导我们许多事, 引导我们为进入第五次元做准备, 博纳, 博纳, 104那他们用宇宙飞船, 把我们带走不就好了吗? 地纳, 他们不能以亚苗助长的方式把我们从地球上抽离, 因为除非我们自己做好准备, 否则我们无法在其他次元的频率中生存, 事实上, 博素星团曾犯下一个错误, 就是在13000前, 干预人类的自由意志, 那是在上一个周期时, 因此极改变之故, 导致了冰河期, 博素星团的存在们感受到人类痛苦与死亡的的挣扎, 由同情产生怜悯, 但事实是当改变剧烈进行时, 正是人类转化恐惧的时候, 那时博素星团不理解这是一种平衡的过程, 因为这种事不曾在博素星团中发生过, 由于无知, 他们除了带领一些人到安全地带之外, 还把一些人提出地球, 这不仅终止了人类的转换过程, 还使人类在混淆中开始认为自己是受难者, 除此之外, 他们的干预也使人类已围在自己的世界之上, 有一个会介入人类生命的神, 并以为世界会被毁灭, 因此, 他们不会再犯下同样的错误, 博纳, 难怪每当我面临挑战时, 所想的不但不是自己应如何改变与转化, 而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从而真的制造出受害者的实相, 话说回来, 如果最终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去领悟, 去转化, 那他们还能怎么协助我们呢? 地纳, 他们为地球行星的中枢一码, 虽然编码的全息图Coded Holograms在我们自己的细胞记忆中, 但我们无法看到这银河的全息图, 因为较高次元的光速高过我们肉眼所能见的, 超过我们心智所能领悟的, 其中最大的原因是其中有一个网, Net照在第三次元与较高次元之间, 使得较高次元的智慧无法穿透这网进入我们的心智, 博纳, 难怪在光的课程中, 上师们一再告诉我们, 光的运作是超越我们的头脑所能理解的, 在这阶段, 只要引导光运作便是, 这句话有时我可以接受, 有时却相当反感, 蒂娜, 这与我们刚才所谈的网照有关, 被这网照注视, 使我们对较高智慧的一切带有极大的抗拒, 但也因我们在这网照中变得混淆麻痹, 那种窒息的感觉, 使许多人决定从网洞中穿越出来, 或撕破这层网照, 以便获得更多的光, 也就是较高智慧, 因此对光或较高智慧, 我们有时会臣服, 有时则会抗拒, 博纳105光的课程好像在教我们如何穿越这层网照, 但它像是一种天罗地网般的东西, 不是一下子就能挣脱的, 地纳天狼星团与博宿星团正协助拆除笼罩在地球上的网, 博宿星团与天狼星团是一种兄妹般的关系, 天狼星团是地球的第六次元的几何光体, 古埃及人就是由天狼星团下来的, 他们在妙语中教导人类科技, 使人类理解几何学的神圣原理, 因地球进入光代, 马亚力与天狼星团的宇宙知识再度打开, 博纳、兄妹般的关系, 博宿星团是女性的星团, 地纳、博宿星团本身是中性的, 但是由于地球目前阳刚的能量果强, 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唤醒人类封存的阴性能量, 阳性或阴性并不特指男人或女人, 而是所有具有生物性智慧的生命, 包括人类在内, 都具有的本质, 博纳,我们以前在中性的那篇已讨论过, 只是没想到这是宇宙所有生命的本质, 现在我倒是对第六次元的天狼星团感到蛮好奇的, 地纳、天狼星团首次在地球上建立金字塔是在公元前10、800年, 之后在公元前2、450年又重新建立, 并安装了一个遥望烈护星,Orion的装置, 这储藏人类存在于天狼星的细胞记忆装置, 就安装在地球磁场中, 直到1987年一群灵修者透过世界性的冥想网络, 才将这些记忆唤醒, 使地球与银和星系重新连接, 博纳, 我曾看过一些数据说天狼星团将在宝瓶座纪元, 也就是地球再次进入光子弹时拯救人类, 你的感觉是什么? 地纳, 他们当然是渴望协助地球的, 但我想他们不会犯下卯素星团那样的错误, 卯素星团的人已学会没有人可以任意把人类从第三次元中直接接出来, 反而是第三次元的磁场会把那些介入者吸到地球上, 以便让他们平衡干预所带来的因果, 106干预别人的自由意志与学习, 会带来因果, 这法则也用在人类的生命进展中吗? 地纳, 没有错, 任何宇宙法则放在人类的学习与进展上都依然适用, 博纳, 那么他们会如何帮助我们呢? 地纳, 卯素星团协助我们打开脉轮, 并清理我们的情绪体, 天狼星团则协助我们开发理性思想体, 以便理解蕴含我们实相的神圣几何光体, 博纳, 这么说, 看来光的课程是卯素星团与天狼星团兄妹合边的杰作了, 交织着情绪体的清理与几何光体的运用, 的确需要好好实修才行, 漫谈宇宙资源六伯纳, 我的理解好像是当地球进入银河黑夜期时, 地球人类便在二元性的梦幻中, 当地球进入光子代时, 人类便开始觉醒, 在银河黑夜的二元性中所经历的, 所学习的一切便开始萌芽, 进而开花结果, 这种昼夜循环的目的在那里, 它有什么意义呢? 地纳, 因为地球被选择成为发展生物的实验室, 有我们自己以及各次人的智慧, 在地球上进行实验是必要的, 因为这样大家才能理解银河星系的宇宙法则及生物法则, 博纳, 为什么在整个银河星系中, 地球会被选择成为实验室呢? 地纳, 为了使生物性的智慧存在体现完美, 造物主决定选出一个星球作为实验室, 掌管地球的智慧女神盖亚, 具有我们无法想象的智慧与力量, 因此当地球的物质生命被创造时, 便在人类这特定的物质体中注入同时拥有九个次元智慧的全能, 博纳, 107式的, 许多人已觉知到盖亚的存在, 从他能在银河星系中被选出来, 成为这生物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 可以想象他的威力, 地纳, 造物主决定, 在实验室中, 可以创造任何事物, 但是由盖亚来决定是否接纳这些创造, 任何他所拒绝接受的创造, 他便将它从表层清理掉, 伯纳,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摧毁亚特兰提斯的实验室了, 现在人类又回到近似亚特兰提斯时期的状态, 他要再次摧毁我们吗? 地纳, 现在有一部分的人确实还在重复亚特兰提时代的黑魔术, 但与那时代不同的是, 许多灵魂认清了在那时代所犯下的错误, 在这时代返回地球, 尽其所能的提升与平衡地球的磁场, 其他次元的存在们也尽力在协助我们, 伯纳, 所以地球将是安全的了, 地纳, 当地球再次进入光子弹时, 地球将成为多次元的星球, 这时它的生物圈将决定把什么样的生命形态, 散步到我们这一银河星系的那一个地方, 伯纳, 天啊, 那我会被散步到那里去呢? 地纳, 散步的原则是基于留在这生物圈中的生命, 是否受到启迪, 是否达到光明的星星, 那些无法快速迈向光的存在, 就会离开身体, 无法存留在这生物圈中, 因为你无法在半睡不醒的状态中活在光子弹中, 伯纳, 好在我修了光的课程, 我会习惯性地迈向光。